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RTC课程 那我再自我介绍一次 我是Edward 那我负责在Microsoft台湾这边是电源为主 那今天的课程是Developing Hybrid Power 那使用的是CIP PICS 就是我们所谓的PIC16 那今天整个agenda大概会讲一下 传统类比补偿系设计 以及我们混合式数位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应用 然后这边会举一些实际的设计范例 但不多啦 就几个给大家感受一下 以及在设计上呢 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就是所谓的Design Tips 那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想那我在设计这样东西 如果我不会写程式怎么办 那MicroTuber在这一方面就提供了整个很完善 而且非常好用的Tooling Ecosystem 那这一块我们会跟大家简单介绍 当然介绍归介绍 这个实际操作还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呢 在最后一个小部分 那会简单的带大家操作一次 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混合式数位的设计 它的一个简单过程 以及如果我需要避回路或开回路 该怎么去设定它 在我们的最后一章节会讲到 那今天主要会让大家学到三个东西 一个是Pulse Prime Print本身的Modeling 那我们使用的工具是Mindy 然后第二个呢 会让大家学到的是 有了Plan之后 我们该怎么去设计它的补偿回路 也就是有就是我们下面 这个补偿回路RC的计算 这个它计算也是蛮重要的 第三个部分当然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轴 就是你计算完了 但是呢我这个绿色框框 是用MCU 这个去完成的 那所以这个MCU它本身就需要被写程式 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程式写完 然后如果我完全不会写程式怎么办 就在我们的第三块这一块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讲这个整个 补偿回路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让大家回顾一下 最基本的控制理论 因为你基本控制理论如果 完全没有概念了 那后面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就我特别准备了几页 让大家很容易清楚的了解到最基础的控制理论 那讲控制这个就非常复杂的事情 那我们就把它反过来说 什么叫反过来说呢 你你想要得到什么 才去控制它吗 对吧 那我想得到什么 我们一个理想的 补偿的结果 我们讲补偿的结果 我最想要的就是 在低频的时候呢 它的响应特别快 然后随着高频呢 比如说Noise这边 我不要 所以呢 一个理想的补偿控制器啊 理想的 我们讲理想 它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积分器 我就像是这样子一个积分器 那这个积分器呢 它通过0db的这个地方 这个深蓝色的是game 然后这个浅蓝色吧 这个也是算浅蓝色 好了 那它就是我们的相位 那我们从 这个低频的地方 往高频跑的时候呢 它的增益是会下降的 但是因为我只是放一个积分器 这是一个积分器 所以积分器本身它不会有 这个相位上的变化 它就是一个-90度 持续-90度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 经过0db的地方 经过0db的地方 去看它的相位距离180度呢 那它的距离的相位距离啊 就是它所谓的相位余域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的相位余域 那以这个图来看啊 就是90度嘛 因为假设最下面就是180 然后对应上去呢 这个是-90度 那就是等于 它有90度的相位余域 但是很不幸的哦 虽然刚刚那个是我们理想的一个 补偿器 甚至它是一个结果 我们讲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图 可以来看得到 当你的相位余域 相位余域 从90度 70度 45度 20度 这样持续下降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看到 在你的反应速度反而是上升的哦 90度是最下面的 70度 45度 以及20度 那 可以看得到两个很明显的现象啊 低于45度之后 低于45度之后 45度 事实上它是会稍微 overshoot一点点 但是它没有震荡直接收斂 当你低于45度之后啊 它会冲过头以外啊 它还会来回的震荡 直到最后收斂 除非你后面是不收斂的系统 它就没办法收斂 不然它震荡 一个时间之后呢 它是会收斂的 那我们看到两个现象 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会有没有震荡的问题 以及 它的 那个反应速度啊 假设我这边是一个布阶响应 从0到1 让你去追 其实追的最快的啊 都说至少在第一阶段追最快的 反而是相位余裕最差的这个 只是说它会震荡 那90度这个呢 它追的最慢 但它没有任何的overshoot 非常稳定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统的设计上 都会以45度 那作为一个简单的分界线啊 是因为低于它 我们就把它认定这个系统 事实上是处于啊 不稳定的状态 不稳定的系统 然后呢啊 它 然后高于它呢 是系统是稳定的 但是呢 太大呢 就会让你的系统反应啊 又会变慢 哪怕我的频宽再高 这个相会余裕 还是会拖累你的一个反应速度 所以呢 基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说 所以我们理想上的一个 相会余裕啊 事实上最棒的情况下是在 90度跟45度之间 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要引入另外一个东西 是高频的一个极点 刚刚我们一个积分器 穿过0db 然后继续往下 对不对 然后它的相位 刚刚是在-90度的地方 可是呢 我希望 去 改善我的响应速度 那么也就是说 我必须降低哦 听清楚是降低我的相位余裕 从-90度 比如说我想降到110度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 当一个极点被摆放的时候啊 它的超前跟落后 这个10倍频的地方啊 它的频率会开始 啊 它所走 它的相位 它的相位在超前90倍频的地方啊 它会开始下降 然后啊 穿过那个你的放置频率的地方啊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放一个高频极点 那往这边推 往前10倍频 它等于是什么啊 这个超前啊 45度 往后呢是落后45度 再往后呢是落后90度 从头到尾就是045度啊 90度这样的一个落后趋势 那如果我这个高频啊 集点摆放的位置得当的话 我可以让我的啊 频宽的这个 频率点这个位置啊 它的相位刚好只掉20度 啊 只掉20度 那不就可以得到我想位想要的一个啊 相位余裕吗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的相位余裕事实上 就等于变成这里吧 刚刚是-90度 我可以让它变什么啊 -70度 那game margin呢 啊反而还还还 甚至还能啊 这个改善 因为你掉的更快 那你的game margin 啊甚至还可以再变大 哦这是我们基本的 所啊所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 啊第一件事情 刚刚说的 啊理想的转移函数 所以完整的一个理想转移函数 当然我们讲理想是说我们想要 但有时候迫于一个啊 实物状态在在设计过程中 会需要一些取舍哦 那是另一当别论 那 那以这样一个理想转移函数来说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极点啊 产生一个积分器 在另外一个极点 来增加啊应该说 来增加我们的反应速度 降低我们的啊相位余裕 对吧 好 这个是我要的 这个是我要的啊 所以呢 我们的系统 怎么变成我要的 就变成说我需要知道我Power Sprite目前的Print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设计Power Sprite的时候啊都会谈一个东西叫Print 啊这个Print 为什么要谈它呢 因为Print有了之后 我才知道我Power Sprite在不控制之前啊它长什么样子 然后控制之后我希望它长这个样子啊 就再讲一次啊 在我控制之前这个浅蓝色的样子是我啊目前知道的 然后呢 深蓝色这个呢是控制之后我想要的 那怎么把这个目前的显蓝色变成我要的深蓝色呢 那我们简单一个啊一个方法就叫做啊吉林点对销法 那顾名思有什么叫吉林点对销法我要的留下来不要的销掉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从这个图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极点是什么点 左边这个极点你把对应到啊这个说说右边右边这个极点对应过来其实就是左边的这个极点嘛 这极点是谁的就是我想要的理想积分器的对不对 那再从左边啊继续看这有两个极点是哪里来的就是浅蓝色的 那浅蓝色是我不要的刚刚记得吗深蓝色是我要的浅蓝色是我不要的 那既然我不要那怎么办那还好啊一个极点跟一个零点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对销 那我们看到我不想要的呢是有两个极点在这里 所以我对应过来呢哦我这边就有两个零点跟它对销对不对 好再往往左啊往那个左图的往右看啊走的往右看 这个极点是谁的深蓝色的那下面这个呢这个零点呢是浅蓝色的所以呢我们就很明显知道了 深蓝色的我要所以我把它移过来极点还是极点 浅蓝色的我不要我要把它对销所以零点变成极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啊控制一个bug converter啊 voltage mode呢会需要三个p 两个z哦就这么来的 因为它极点点对销的过程中 会产生三个啊三个po的需求 以及两个zero的需求 那也就是说这个浅蓝色事实上就是电压模式下的bug converter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bug呃电压模式 或是其他的topology 那就另当别论 但是 你只要能够把这个print找出来 那经过极点对销法 以及这个理想转移函数的一个相对比较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设计出你所需要的啊 这个补偿控制控制器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 诶 这复杂 那可是pi控制器呢 啊 我们简单讲一下 理想转移函数是深蓝色的啊 当前的print是浅蓝色的 那我们希望它变成深蓝色就需要刚刚这个红色线嘛 对吧 那如果我只放一个pi控制器呢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pi控制器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极点跟零点的一个结合体 大概长这个紫色线的一个样子 那你就可以想象 你把这个东西摆进来这个power supply之后 它的深蓝色线还会是你想要的吗 当然就不是 那不是能不能用 我们先留个问号 好 那有些 马达控制的专家呢 在听完这个可能会想 诶 那pid呢 那pid更麻烦 pid在我们power supply呢 pi还能用啊 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 什么麻烦 它尾端不止没有下降 它还上升 尾端下降还带一个很大的含义哦 高频的东西我不要 对不对 你应该不希望这个mcu看到杂讯 然后去反应它嘛 这个是不太好的 所以 呃 pid 基本上已经为 根本是违反了我们需要的一个 呃 这个主要的方向 那pi真的有人用啊 那所以pi什么时候可以用 事实上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啊 我们3p2z 这个2z 在这个地方 两个zero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补偿两个p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系统如果在 呃这个转折点这个地方啊 如果只有一个 一个几点 需要一个零点去对销的话呢 那pi控制器 其实是可以使用的 那什么情况下 会只剩下一个po在这里 需要zero去对销呢 一般就是一阶系统 所以pi控制器 呃 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 使用的条件是在 你的系统 只有一个主几点 需要被对销的时候呢 那pi控制器 其实是可以用的 或者你还是可以用3p2z 或2p1z去对销 但是呢 应该都不能使用pid了 因为pid的尾端 不符合我们power sprite 所想要的那种啊 理想转移函数 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从刚刚啊 简单的 呃 传统的 控制理论来做 简单的分析哦 呃 大家应该可以 深刻理解到 所以我们在设计 整个补偿回路的时候 事实上你要先奠定的是 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 控制结果 就所谓的理想转移函数 那理想转移函数呢 是基于什么调出来的 是还是要基于你的那个啊 print 才能做一些变化把它弄出来 所以print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列为第一步 step1是print modeling 因为print modeling 如果做不出来啊 你就没办法根据我们理想转移数的一个变化 来得到我们的控制理论嘛 应该说我们的控制补偿器 就是极力点对消法就消不出来 是我们第一步啊 在做我们的print modeling 那我们print modeling呢 会使用的是啊 mindy啊 这套免费的软体 大家可以去下载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说去哪里下载 那我们在后面啊 会做简单的hands on 用的呢 是画面上啊 左边的这一个板子 那这板子呢 我会先帮大家先画好啊 mindy的的啊 它的方的那什么啊 原理图啊 或者说电路图 我放在我们的啊 这个mindy里面 那之后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那从这个档案呢 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板子就是一个啊 同步啊 同步整流的一个bug converter 当然 我之前也帮一个另外的客户啊 他要做boost 所以我把它改 也不用改 反正反过来而已 啊 输入从这边啊 右边进去 然后左边出来就变成一个boost 所以这板子呢 事实上它是 双向的啊 双开关把boost 好 那我们怎么得到它的plan 相当的简单 相当的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板子画好之后 你把你波德图的啊 这个 我们说有时候称为叫channel1 channel2啊 这波德图的啊 比较的位置这个地方 它的input input就是我们op的op 那波德图的这个量测这个方块啊 的op 就是我们power supply的op 你就可以想象 左边跟右边之间的一个争议比较 就是它的争议曲线图 相位比较 就是它的相位曲线图 我就这样 你看 当你这么啊 一接之后啊 然后你去跑它的模拟 你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波德图 这个量到这个波德图 那这波德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诶 这边有两个double pole 这边有两个po 因为它这边会damping起来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double pole 然后呢 这边呢 诶 如果你的眼睛应该还是可以的 看得到 这边斜率有一点点变化 这边比较抖 这是-40db 然后后面呢是-20db 什么叫2040呢 就是每10倍频 哦 这叫10倍频 每10倍频 它有它的争议 变化的斜率 那40db在左边 又20db在右边 那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这边放了一个0点 放了一个0点 然后呢 这边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诶 怎么这个曲线啊 到过了这个频率之后啊 这个这个争议啊 突然有很大的变化 相位也很大的变化呢 事实上这个位置 在我们类比电源里面呢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p单频率 这个就是你p单频率 所以很好判断呢 也不用骗人 这个波德图一假 我就知道你的p单频率在哪里 我们最后在实物量测的时候 也会看得到这个这个现象 然后有朋友会问我 诶 啊为什么你有两条线啊 相位怎么不是一条线而已嘛 那我故意的 我把这个相位曲线啊 画出两条 给大家看 正常来说 如果你是 从原始理论来讲啊 我们讲180度 事实上指的是 0度掉到180度嘛 那为什么有时候 会从180开始掉呢 然后0度等于-180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 啊刚刚那个op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我们租的点是在 啊 付回收的地方 那付回收 天生带-180度 所以 180-180度 事实上这里就是0度 然后呢 0度-180 變成-180度 所以我们量到的 事实上是上面这条 这条线 啊 是上面这条线 然后我们透过 那个-180度啦 啊 这个手算到这里 可是呢 这个Mindy啊 提供一个功能蛮不错的 你在波德图 那个scope里面啊 你把它勾 啊 相位 先帮我减180度 你只要打勾之后 啊 应该说点选之后 它画出来的线呢 啊 就会是啊 帮你减180度之后了 啊 啊 那你就可以去编认 但事实上啊 啊 特别去做这个事情呢 啊 意义大不大就看个人 啊 我个人是懒啊 因为没必要嘛 反正我知道0度是180度就好 而且这样有好处啊 你从0度看上去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随便画的 看上去哦 45度 你就知道 假设这个地方 假设这个地方是 啊 这个上面是0db 这不就相会相会余裕嘛 马上就可以算 但如果是从0度开始减 我还要自己去心算 还反的累 啊 所以我个人呢 是习惯就不去选这个 我只让大家理解 为什么我们看的论文 有些从0度开始 有些从180度开始 差别是你注入的位置 啊 你观察的位置 有没有带 复回收这样的一个 啊 讯息在里面 可是这个图呢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哦 这个我之前在那个北京啊 呃 在讲课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博士生问我 哎 不对啊 你这个lc filter lc filter lc filter就是啊 你可以想像一个low pass filter 吗 我定要一幅 在频率很低的时候出来是一幅啊 应该是不会变化的啊 那你为什么 这边不是0db啊 因为 一倍应该是0db啊 为什么会有一个 21db左右的东西在这里 他没办法理解 我解释很久 那没办法理解 那 所以我今天再跟大家解释一块 解释一下啊 这张图呢 也有三个地方要把它找出来 一个是 这两个double port的频率在哪里 一个是 这个零点频率在哪里 当然 我们这个 这个图看得出来就没问题哦 但你要去验证 对不对 第三个最重要是 那个博士生所问的问题 为什么 low pass field不是从0db开始 会有个21db的地方在这里啊 好 首先来讲一下 什么叫pn game 有些人称为叫dc game 因为它在极低频的地方的那个争议啊 有些人称为叫dc game 也是蛮蛮贴切的 那所谓的pn game呢 指的就是 我们这个op 丢出来之后 对op来说 他哪知道丢哪里去 对不对 他只知道他丢出去了 然后再看回收 丢出去再看回收 事实上他真正丢给lc field的 并不是这个op电压 而是op透过这个开关 把v-in 送进来 给我们的lc 所以v-in 它本身是一个争议 pn duty 本身也是个争议 所以dc game 或者pn game 它事实上就是我们input的game 加上pn的game整合起来的 然后它是整合起来的 那以我们这个板子这个为 为一个简单的范例哦 假设我的输入电压是9V到12V 9V到12V 那我的输入争议呢 你就可以去算 ramp呢 就是我们这个三角波的一个p2p的值 这个我们一般先假设它为1 因为我们是混合数位嘛 这个地方可以可以调的哦 如果你的不能调 那你这个v-ramp就必须带你真正的一个ic电压 要把它带进去 那我们是可调的 我们为了这个简单的好算哦 我们一般都是把它设为1V的p2p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假设输入是9V的话呢 它出来是19.08db的dc game 那如果 如果你是这个12V呢 那你算出来是21.58db 这个这个争议 所以为什么low pass field的前面会有个21db呢 是因为这个输入 事实上有一个dc game 或者称为到pw game的这个东西哦 这个你要会计算 因为不同的power supply 不同的taparge 不同的架构 它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输入争议的一个计算 那原则上都是不变的 就是真正跑到我们的plant lc plant这个地方的电压 是多少 然后这个值对应到op的输出这个电压的比例 这两点的比例 就称为叫做pw game或者dc game 这边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哦 我这边就不说 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那有兴趣呢 我们就在留言区啊 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讨论 那当我的输入电压会改变9V到12V 那我计算的时候应该选9V还是选12V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之前在学我自己自学电源的时候 我也遇到 两个算出来db都不同啊 那我在算我的补偿器的时候 一定会造成不同的一个pw 那怎么办 因为这个值等一下算pw又用到 所以你要怎么办 你要自己去想一下为什么 好 有了dc game之后 我们剩两个还没找到啊 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doublepw doublepw简单 2π跟lc分之一 就是我们lc 这个doublepw的地方 算出来就是 就是以我这个实际板子来讲 33μH跟220μF 这两个 箱程开根套在层里2π分之一 就是1.86kHz 另外一个频率呢 我们的零点频率呢 就是这个电容本身自己的esr 所产生的零点频率 那这个就更好计算了 2πrc分之一嘛 r取esr c取它的等效电容值 就算出来就是6k 所以呢 我们刚刚的一个modeling过程啊 我们也验证了 什么要验证了 p.game是不是21db 没错 所以我们模拟是对的 然后呢 我的doublepw我计算的是1.86 实际模拟出来 也是大概在1.86左右 也是正确的 然后呢 在我们的 0点的部分 我们刚不是计算2πrc分之一嘛 我们算出来的是 6kHz 然后对应一下 6k也没错 然后呢 我们的模拟的时候啊 我们不是有 都会设一个p.gen频率嘛 这个地方就是拿来让你验证 你p.gen频率的设定 就是是不是正确的 那 当然模拟没什么好验证的 模拟看一下就对了 那如果实际硬体呢 有时候啊 我们也遇到客户跟我说 我这个东西多快多快多快 结果我一两 这个地方不对啊 这个频率不对啊 这个也是一个验证的过程 就是这个地方很重要 尤其是数位 类比还好 类比一般不太会有问题 数位我经常遇到 p.gen频率的切200k 但是这个频率你一两 只有20k 为什么 这个我也留给大家去 去去想一下 就是说我p.gen频率明明达200k 可是波德图量起来 他这个这个 瞬间变化很大的这个位置啊 是在20k 为什么 这个理论上你要去思考 那如果真的不清楚的 你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来讨论 所以经过刚刚的简单的过程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啊 这个PulsePly 它的一个modeling 大概是怎么做 那我们应用的工具呢 是Mindy 第二步啊 我们就来做我们的补偿回路的设计了 这个地方就相对的繁琐一点 因为它有很多的数字计算 那你也用 你把它建成esel表啊 也简单 像我都建一个esel表嘛 那我们说的第二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把刚刚Mindy 所找出来的modeling 把它透过我们的Pole0计算 把它变成一个rc值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记得我们刚刚找出什么吗 我们刚刚找出了 dc game 然后两个Pole 一个zero 然后还有P当平率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为了补偿它 还记得我们刚刚的基础理论吗 我们需要的是三个P 两个z嘛 那两个z很直觉的 两个z就是拿来补我们两个Pole 还记得 所以很简单 所以 Pole找到了 zero就找到了 那所以剩下什么 我们现在只剩下三个P 要把它找出来 第一个P很简单 因为这个Pole 这个zero是我不要的 因为二拍rc分之一 那个电容产生的零点 是我不要的嘛 我不要 我把它抵消到 所以我得到一个Pole了 所以现在问题呢 又流回来了 诶 对吼 我削一削 你刚刚说你前面讲的 天花乱最后 东削削 西削削 答案就出来了 可是你看这张就很明显的 打这个ADO的脸 把它打肿 怎么打肿呢 你刚说削一削就好了 可是我削一削 诶 怎么还剩两个Pole啊 还有两个Pole还没摆啊 不急不急啊 为什么不急 所以不急不急啊 这个理想的积分器啊 就是我们刚刚 前面一直在提的事情嘛 那一个极点 就是一定要摆在这个位置 摆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频率要摆在多少 它刚好会是我们的频宽呢 所以呢 你要知道就是 你首先要知道你的频宽 那假设我频宽想要 呃 10k 那我输入电压在12伏的时候的10k 那我的这个原点频率啊 就摆在833kHz的一个地方 我就摆好了 另外一个还记得嘛 就是我们要 呃这个理想的一个 系统的一个什么 转移函数 我们还要一个高频极点 来微调 哦这是微调哦 可调可不调啦 你说90度不能用嘛 也可以嘛对吧 好假设我们要微调它呢 那我就要放一个高频极点 对不对 这高频极点非常好算 高频极点的频率就是原来的频率 fc哦你的频宽 除以tenent 负几度 比如说我这边想要掉那个90度 掉到呃 20度呃 110度 那就要掉20度嘛 你就tenent 负20度 分支fc 那你就可以求得哦 高频的这个极点 我只要放在270.5kHz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个相位余裕 相位余裕 好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摆放我们就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 得到 得到 第一个POW放在833Hz 第二个POW放在 啊 6kHz 第三个POW呢放在27.5kHz 两个ZERO更简单 两个ZERO直接放在1.86kHz 因为它去补啊 doublePOW嘛 好 有了3P2Z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繁琐计算了 因为3P2Z呢在一个OP线路里面呢 它所带的相对位置可以看得到 POW0用到这个RC POW1用到这个RC POW2用到这个RC ZERO1用到这一个 ZERO2用到这一个 那有一个条件一定要成立哦 在上图 我们讲上图不要看右边 先看上图或左图 你的C3跟C2的比例 C3必须圆小于C2 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到 因为不然你的这个 补仓回路啊 可能会是失效的 那这个东西的复杂麻烦呢 在哪里呢 复杂在 这个东西有一个偶合性 比如说 C2在这个地方有用到 在这个地方有用到 对不对 那我们看C1好了 C1在ZERO1有用到 在POW1也有用到 我们再看一下C3 C3这里有用到POW2 POW2也有用到 那不就是 我们常常开玩笑叫 雅姑招比 对不对 你抓了这只乌龟 那跑那只鳖 你抓了那只鳖 又跑了这只乌龟 那 你就没有结束的一天啊 你就不用下班了 那怎么办 所以呢我这边啊 跟大家提供一些 简单的计算过程 让大家可以 照着算的话呢 它就不会有那个 这么严重的一个冲突现象 首先计算啊 我们一般都是从这个 这个分约电阻开始计算的 从R4开始计算 因为它是最基本的 这个R4计算呢 要先理解 我们一般要先选一个 iBIOS 流过这个电流 要选一个iBIOS出来 那我假设 我们一般Typical 是选100μA以上 那假设我就选100μA好了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当我们在控制OP的时候 都可以知道 OP如果控制得当的话 ERROR等于0 什么叫ERROR等于0 V正跟V负电压是一样的 对吧 这叫ERROR等于0嘛 那V负的电压如果知道 然后电流知道 那不就可以算出R4了吗 对吧 所以VReference 除以你的iBIOS 就可以得到你的R4 那R4有了 我就不就可以反算我的R2了吗 因为这两个只是分压嘛 分压出我的VOUT 就是反算而已 我就可以算出我的R2 那假设我的输入 我的输出电压 我的输出电压 它的一个 电压值呢 事实上就跟我的Reference是一样的 那我在 就没办法分压 那怎么办 其实这时候也很简单的 R4就不要使用就好了 一般我们就会选择在输出电压这里 在R2就直接选一个10k 把它接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 V负 OP的V负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计算完这个呢 其他就 其他计算呢 一样要照顺序 首先我们来算这个R1 R1呢 就是把我们的POR1 POR的那个 第一 我们POR是POR0 POR1 POR2 要照顺序排好 频率由小到大 那POR1 减掉02 分之 那个 02 那再乘理原来的R2 就可以算出R1 那照顺序我就不念了 所以 再用R1 去算出我们的C1 然后再用R2 去算出我们的C2 再用C2 R2 去算出我们的C3 最后算出来的是 用C3 算出我们的R3 你照这个顺序去算 他得出来的POR0 其实是 相对蛮精确的 那以及这些值啊 就可以照顺序的把它 求得 当你求得之后 你再回到你的波德图 你再回到你的这个 应该不是波德图 再回到先回到你的Mindy 把这个RC值 把它填写进去 那 你就可以得到 诶我的这个 频宽 大概在10k 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我的Face Margin 这是我的Game Margin 这是我的Game Margin 然后呢 但是我们 注意看这个字 理想 Ideal 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算出来的这些值啊 比如说 这个R5 我用的是277.89 你最好 最好真的可以买到277.89 刚刚好的店主 加上你来得到 你可能拿到一颗 还不知道第二颗 那怎么办 所以这些呢 其实上是一个精算 但是呢 不实际的东西 实际的东西呢 我们是必须拿 买得到的东西来算的 所以呢 我把上面的所有的RC值 换成真正买得到的RC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啊 虚线是原来的 上面有点点虚虚的是原来的 啊 这个实现是改完的 还好 还好偏差很小 相位余裕稍微的下降一点点 然后频宽呢 变大一点点 因为往右嘛 变大一点点 然后增益余裕呢 啊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设计啊 啊 就这么完成了 就这么完成了 那完成了 就在啊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啊 模拟结果 也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有print 对不对 我们第一步先得到print 然后第二步呢 计算出我们的RC值 然后计算的方法呢 就照我刚刚的那个啊 计算方法去做一个计算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啊 就是传统的啊 补偿器设计的啊 控制理论嘛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下 这样的东西 转移到啊 混合式数位 它是为什么 以及它会呈现出怎么样的样子 那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啊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心里先想想啊 传统的类比电源设计好之后 那有没有什么 他就是说他原本的行为里面 有没有什么是主要你的idea 的一个产生的 比如说 我一个电源就永远只能长这样 那不就大家都一样吗 对不对 那你想要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那你可能心里要有个底 再继续听这个课呢 会比较有意思一点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混合式数位呢 事实上在传统的一个电源里面啊 确实以前就像黑白世界一样 要不就是存类比 要不就是全数位 对不对 那 和不常 有没有一种东西 它是整合的 类比的好处 也整合的数位好处 这两个东西都有好处的 我每一种东西可以把两个人 各取所需 变成我想要的另外一种东西 叫Hybrid 所以呢我们今天啊 一个主轴 就是希望来来探讨 我希望我有类比的好处 比如说我的 补偿回路啦 快啦 还有保护也都是走类比的 这个更那个更快 然后更容易理解 然后数位呢 我希望我的这个IC啊 它还能够做很多这个 比如说Ctrl Mode的变化啦 我的很多温度保护的调节点啊 我的PIN呢 要能够变频啊 诸如此类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IC 我希望它还可以根据我的 我的意思 我的设计 去做一些改变 就是我们混合式数位 我所希望 希望带来的一个好处 那什么是混合式数位啊 我先用简单的几张图啦 那过一下 让大家感觉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电源要设计 那我要选一颗IC 那我们 先让大家理解一件事情 你先不选 你先想你要什么 好那假设我这个IC 我要吃电嘛 那我假设我 我需要里面有一个REGULATOR 可以产生 那个我的吻压电 那我控制我的 假设我这是一个车灯 假设一个车灯 那我要控制LED灯的电流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电流 经过向着变成电压之后 回收回来控制嘛 那控制 我需要一颗OP 那OP 控制总需要一个参考值 所以我需要一个DEC 那DEC 那DEC基本上就是可变电阻啦 我就参考电压 那假设这个参考电压呢 你觉得不够稳定 你想要再更稳定一点 我们里面可能还是要选一个 有FIX VOTGE REFERENCE的 这个功能 就是说我产生一个 误差相对很小的 这个固定定压 让你做参考 做给这个可变电阻作为参考 那可变电阻的调整 就是我们REFREFERENCE的调整嘛 那我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器 因为我要做PICCURNMORE 那我里面放一个比较器 那比较器出来呢 我希望我要做那个 这个同步整流 或者说一个PDAIN的产生 那我们就需要这个COMBIMENTARY OPER GENERATOR 就是把我比较器的讯号 变成PDAIN讯号 甚至需要互补 也是经过这个COG 这个模组把它丢出去 好那丢出去之后 你会想啊 诶 那我刚刚不是说我PICCURNMORE 我需要协力补偿怎么办 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协力补偿 介于我们的OP跟比较器之间 我这边需要放一个协力补偿 然后呢你可能会想啊 诶 这样讲得快 PDAIN便宜在哪里 我的PDAIN这个MODULE 丢出去的MODULE 跟我的协力补偿 事实上也要同步啊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 啊在MCU内部虚拟的PDAINMODULE 这个MODULE呢是同步啊 COG跟同步啊 这个虚拟补偿 把它同步起来 那频率呢 由这个啊 PDAINMODULE 这个MODULE来做决定 好 从头到尾 我们刚刚做一件事情 我们并不是在选IC 我们是选择什么 我要什么功能 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呢 从我的回收 控制 补偿 到丢出去 把它限接起来 所以呢 事实上混合式数位啊 在我们用CIP PIX 这个系列 来做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 Microsoft提供的是一个平台 绿色的这块平台 然后呢 我们里面有很多 类似这样的模组 但是这个模组呢 在你买的时候 它是没有连接线的 你买回去之后呢 我们透过我们啊 这个写程式的方法 把它接起来 然后接起来之后 这些线 它 并不是固定在那里 而是 当你断电的时候 它会在 它可以消失 或者它在RUN的过程中 我突然觉得 诶 我这个设计师觉得 诶 在这个桥线下 这里应该接哪里 这个应该接哪里 它还可以做 再做一个改变 都是允许的 所以你必须把自己想象成什么 你是一个类比IC的设计者 你以前拿来就直接用 现在不是 现在你是一个设计者 你可以把你的创意 把它呈现在这个IC上 但是别人看到的 就是一个冷冰冰 这个欧妈妈的一个IC 它并不知道你里面的接线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甚至 我并没有说一定要这只脚啊 脚还可以换 对不对 脚还可以换 所以它里面的复杂度 以及它的那个 弹性度啊 是相当相当的高的 但是呢 就是你必须放在心里面 一句话 你是一个IC设计者 而不是一个IC 单纯的使用者的 这个层次是不同的啊 就是说为什么要有数 就是说为什么它像数位的好处 因为数位本身就是让你变成 一个IC设计者嘛 只是说 我透过写程式的方法 这个地方呢不是 这透过接线的方法而已 所以呢 啊我们想要呈现是 那到底Hybrid Power 它看起来应该长什么样子 事实上呢我蛮喜欢这个图的 这是我欧洲同事 他跟他女儿在那边玩的时候啊 所弄了两张图 我们把它拿来用哦 传统的类比电源 就好像这一只牛 对不对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积木 都帮你设计好了 确实它很棒 它看起来就是一只乳牛 它还会笑 它那个 这个 头朝哪一边 尾巴朝哪一边 抬起来角度 这个 这个 多少奶 这开玩笑 多少奶可以给人家取用 都是固定的 但问题就是什么 当你固定的时候 别人跟你都一样 你的竞争在哪里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如果我在实验过程中 我发现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我的产品变得更好 可是呢这些头牛是 这个提也提不动 拉也拉不动 它就长这样你怎么办 所以呢假设 你今天非常有创意 我要制造一次一只 我看到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的需要 是这样的一头牛 快乐的乳牛 那可是呢 原来的这个IC 弄不出来怎么办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系列 去组合出这样的一只牛 因为什么 这个模组 Microchip同样都提供给你 唯一 你的价值在 你知道怎么把这些模组 透过非常有趣的巧思 把它接成 这个 你看到那个市场所需要的样子 那这些模组 Microchip给你的 你变成是一个IC设计者 把这个模组接出 这个 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好方法 但是别人看起来呢 只能知道这个乳牛的一个外框 里面的接线呢 这个是外面是不知道的 因为它看到就是一个冷冰冰 欧妈妈的IC 然后那我们这个系列 我们这个叫 CIB Hybrid Power的Controller 然后它的Architecture 基本上我们里面就是有各种 这个模组在里面 那最多呢 可以分成四个block 四个block 那什么叫 那在这个block之外 因为这是控制电影 它之外 它还是可以共有的去 去做通讯 Morint Housekeeper 这边基本的功能 那什么是block 我们一个block 指的就是 至少会一个OP 两个deck 然后还有一些DSM OCP Timer PDIM 协力补偿 然后比较器会有两个 这样叫做一套 你可以想象你在点套餐一样 我要点一套套餐 那最多呢 会有四套 那在6号的分别上 14pin就是一套 20pin是两套 28pin是三套 44pin是四套 那这所谓的几套 只是开个玩笑 事实上这些OP比较器 它并不会因为 并不会因为 它被归类为block1 block2 而不能互相共用 它在IC里面是互相接的 比如说我前阵子 帮一个客户设计 一个充电器 我可以把一个OP 跟另外一个OP 把它串起来 就变成什么 CCMor跟CVMor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比较器 OP 它也是可以拿来变病脸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 两个bug的那个病脸 我要做 我要做那个什么 电流军流 我可以把一个OP 接到两个比较器去 这两个比较器呢 控制的是同一个 I reference 只是不同的bug 然后相差180度 你就可以军流了吗 这样的一个好处 所以 虽然我们把它分block 只是为了好算 说我里面有几个 Module的数量 但事实上 Module跟Module之间的一个连接 并没有被限制 是在某一个区块内 里面相当相当的弹性 好 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个 类比的设计嘛 然后我们也讲了 Hybrid Power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它可以做哪样的一个产品类别 我们只举几个简单例子而已 不多不多 因为时间有限 然后我们来 然后后面才跟大家讲一下 大概是怎么去把这个程式完成 我们讲一下它的Design Example 跟它的Tips 这是一个Example 当然这个图有一点点错误 但没关系 我们只是解释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BCM的PFC 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只是说这上面有错 这个无所谓 那 你把它接成这个样子 它就可以做一个BCM的PFC 那我想阐述是什么 我如果把这个框框 红色框框 我把它盖起来 变成一个IC 欧妈妈的冰冰 我又来了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甚至 你不知道这个IC 它想做什么 你只知道 我这个客户这样做之后 它的Performance上升了 然后跟它原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集聚 是可以拉伸的 重点是 看起来这个原理很简单 因为有些东西我就没有标在里面 它是可以去微调它的一个效率的 那原因我们就不说 可是你看 不说你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盖起来 你什么也不清楚 然后呢 你买不到这样的产品 因为 这个东西是个MCU 比如你一直搜寻的可能都是那个类比IC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IC有趣的地方 你设计出你想要的IC 然后别人 没办法直接的法茂 当然如果别人的过聪明 他也想出一样方法 然后做一样 然后听当别论 那是一样聪明的问题 而不是被复制的问题 那我们再举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例子 这是我们之前有个AE做的 我们这个图呢 看起来非常复杂 如果我这么说 假设你今天接到一个request 我要做一个26瓦的宽散Resin 的PFC 这PFC呢 我希望它是 那个Fix On Time 就COT 然后呢 我希望它可以 那个 用在Flyback 然后做一个LED Driver 的一个应用 然后呢 我一个客户啊 听完这个之后 他更猛 他更猛 猛在哪里了 这已经很多topic了 宽散Resin 是一个IC 对不对 COT 是一个IC功能 PFC加Flyback 那当然有Single Stage PFC的功能 他把很多功能加在一起 他又更狠 他加什么 他加一个PSR 他从PFC的前端这里 没有经过回收 去控制输出电压 那他又把它加功能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每加一个功能 你外面就买不到IC 你越买不到我越开心 当然我的我不是我自己 是我的客户 因为他推出去之后 他的竞争对手 没办法 很快的 甚至不一定有办法 去复制他的一个功能出来 因为这个IC 你看他画那么复杂 我把它框起来 欧骂马 冷冰冰 框起来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知道 你只知道我有一些线接进来 然后会动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甚至你加这么多功能之后 这里面接线一定相对相对复杂的 可是没人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也没办法复制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那我这张图当初好像是 这个案例好像是拿来做给那个什么 刮胡刀的吧 但这不是实际案例 这是我们做一个demo给客户看的 刚刚讲那个例子是客户看到这个页之后 他改成他所需要的 然后这是我们做一个给一个电池厂商所用的一个四开关Bugbooster也是这一颗 然后这是我一个客户要求我做一个interleaf interleaf的那个converter 然后也是用这一颗 然后你看哦 刚刚那个例子这样 我一个回收回来 经过OP的控制 因为我要均流嘛 所以我同一个reference给两个比较器 这个也是允许的 然后把它接到两个不同的电流回收 我就可以做均流了 但是我的控制电压只有一个 所以他就自动的均流 然后电压能稳住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并年的控制 也是同一颗 那如果有买我书的朋友 应该看得到这一页 那原理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解释太多了 可以看书 或我们之后再讨论 我们都知道 电压模式跟电流模式的一个最大差别是 电流模式把电感变成一个电流源 所以他对于输入的劳动 这个抑制非常非常的好 当你变成电压模式之后 他的反应速度就变慢了 但变慢不代表没有方法嘛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没有隔离 那没有隔离 我就不就把V-IN 当成我的V-Forward Control 拉进来不就好了吗 那这个IC也可以 如果你的巧思够 你也想出这样的一个接线图 你照这样接 他也可以有V-IN V-Forward Control的优点 但是他是电压模式 他不需要侦测电流 也可以 这就是巧思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之前在这个淘宝 所买的一个灯 然后这个灯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日行灯 然后这个我的近灯 然后我的远灯 然后呢我还有这个 这个跑马方向灯 那方向灯亮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日行灯还会按一点点 或者说大灯亮的时候呢 日行灯你按一点点 应该说按70%嘛 如果没记错的话 也是同一颗IC 也是同一颗IC 那我想要强调是什么 这些IC都同一颗 因为我把我的巧思放进去了 所以他都可以同一颗 那反过来说 以前你可能要做的事情 不是这样 你以前要用的是 我买了不同的IC 然后根据不同的IC 是给不同的应用 所以呢 在以前是先选这个IC 现在不是的 先选你要什么功能 再把那个IC 把它完成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我之前做给我一个 美国客户看的一个demo 那后来我把它拉很长 他要我做一个东西 是从电流从零 调到他要的电流 不讲那个客户的应用 反正这是一个客户 然后这个 他希望要做一个事情 是从零调到最大的过程中 这个LED的电流 都不能闪 都不能闪 那一般传统类比 在电流很小很小的时候 他会控制不住 各种原因 我们就不探讨 因为不同IC 原因不同 有时候讲多了 有些没有没有 我们会遇到 确实不同IC 不同结果 我们讲 正常来讲的人 10%或多少% 下面是很难控制的 但是我这个帮他控制到 很细很细很细 那这边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做那个LED调光的时候 会面临一个麻烦 当我这个电流在Turn On跟Turn Off之间 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当我把电流关掉的时候 我的OP不知道被关了 我只知道怎么Revens上不来 Revens有啊 可是回收没有 他就把Duty打到最大 所以当你一开 一开电准备 你不能说一开电 这个Dimming 的那个On的周期的时候啊 他的电流会突然爆充起来 然后呢Off呢 刚好相反 我把P欄关掉了 可是我电容还有电啊 他放电要放很久 所以LED会拖尾 就造成什么 这个PUS 会让我们的PDRN 这个PUS上来之后啊 首先你的 这个 原件的硬力会上升以外 这个还其次啊 重点是LED的那个寿命 会急速下降 而且这个有时候冲很高 然后拖尾呢 是让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 摄温 摄温变得不那么准确 所以呢 Microsoft这个方案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我同样的 我有个Dimming的讯号在这里 这个Dimming可以是实体的 也可以是虚拟的 实体就是外面给我的 虚拟就是我MCU自己产生的 就叫虚拟的 都是允许的 好 那当这个讯号来的时候呢 我们既然 这些模组都在MCU里面 那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这么做 当我的讯号进来的时候呢 我把我的OP的前面 这边加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打开的时候呢 OP暂停 短路的时候呢 就是继续跑 刚刚我们说过嘛 我把我的LED关掉了 我OP不知道 他把Duty一直加上去 对不对 我把它打开 他不就暂停了吗 暂停的好处什么 当我没有电流的时候呢 Duty不要再算了 维持什么 维持到上一次还有的时候 等到我这一次 马上电流又要的时候 我Duty打一模一样 不就好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功能 然后呢 拖尾呢 拖尾也不是困难的事嘛 如果我可以把这个讯号 同步把它引到IO脚上 然后由IO脚 来控制外面的开关 把它关掉 不就不会 不就不会 这个不会 再拖尾了嘛 对吧 那这些功能呢 听起来很简单 关键是 这些方式 在我们IC里面呢 它是有模组 可以自动帮你完成的 你只要设定那个模组 它会自动帮你做 这方面的一个匹配连接 它可以自动做到这个 讯号的一个调节 自动把OP做暂停 跟重新启动 或者IO的Mapping 这就可以做 那实际的结果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原本客户 量到的一个类似的波形 类似的 它会有一个很高的一根PUS 这个PUS呢 除了LED的问题 还有EMI 什么东西都在这里 我这里很麻烦 那我把它加的那个功能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500个Microsecond 500Microsecond 已经拉到很细了 一样看不到那一根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个IC 被类比控制之后 加上MCU的那个 数位弹性 所得到的一种好处 那继续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相对好处 我们Power Sprite 都会做一些应用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有一个测试很麻烦 叫做Power On Reset POR POR就是你的电源 一直插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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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一个客户很神奇 他插拔1000次 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结果 他过一阵子跟我说 我找到一个问题 我说你怎么找到 他说我连续插拔17天 不是人在那边插拔 当他把电源设定好之后 陆陆续续开开高高 17天 然后17天找到一个问题 当然那个案例跟这个无关 他只是说 大家把那个测试条件 越做越严格 好像要了Microchip的命一样 那还不至于 有问题还是可以解 我们先不管17天的问题 我们讲的是这个 当天的问题 如果你把一个电源拔掉 那OP 还有电的时候 他会继续计算 对不对 可是MC5快没电了 应该说整个电源快没电了 所以输出电源往下掉 当输出电源往下掉的时候 你的OP 会把那个Duty开到最大 对不对 如果 如果这个时候 电又突然回来了 那你不就会有产生这个脉冲吗 对不对 那 这个东西是传统类比 IC所会面临的一个麻烦 但不是所有的 有些IC会加一些功能去预制 但这些都不是每一颗都有 那如果你今天用了数位 就简单了嘛 既然OP在我里面 刚刚你可以让它暂停 再重启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Reset 所以既然就是我把Duty关到等于0 可以啊 所以呢 我们的电容是存在哪里 我们的Duty是存在电容的哪里 事实上就是补偿器 那些电容的电压 就是我们的Duty的存在的位置 我只要把我的OP 输出角把它短路到D 把它放个电不就好了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而已 当你有做这个方法的实验的时候 就很简单的 同样的一个电源 你看左边 左边跟右边两个单位不一样 这个单位不一样 右边是250个miniA 这边是2.5A 那如果你有加这个功能的话呢 它就从头到尾不会超过250mA 那左边的这个东西 你要解也可以啦 你就买个5A的MOS吧 把它撑过去也可以 当然电感不饱和 那撑过去也可以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简单的Design Tips 数位进了类比世界之后 你可以帮忙什么 但我并不是要限制你的想象力 我认为真正要做的事情是 你想象力你的脑中 你有什么ID需要呈现出来 那我举几个例子 只是希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们平常在协助客户的时候 有时候会帮大家想到的问题是什么 那比如说这个也是一个案例吧 这是我们的那个P.LM的JITER 那既然MCU把线连完就没事了 那你可以去做抖屏啊对不对 这边从影片上 刚刚可以看到 他在跑的时候 这个光是会抖动的 是会抖动的 那抖动意思自上就是我在展平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线 一条一条的 是因为我在那个那个什么 啊丁敏 因为我LED有在调亮度嘛 所以这个这个光啊 看久了就知道 这个光其实含了两个讯息 那同样的 我们做了这个JITER之后 这边就可以看到 实际的一个测试结果是有效的 当然我数位嘛 数位当然更简单的 既然看到这个图 这个地方比较宽松 那数位有个好处啊 数位他的那个 P.LM频率是数位P.LM频率 不是类比P.LM频率 所以他很准 有必要的话 有必要的话 我还可以移动 很精准的移动到这个区块里面 然后来避开 假设我真的过不了 假设就是顶到了 我把王又宜 但王又宜这个效率变差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是讲 数位的好处 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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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咬螺丝 能解决相对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解释了一些 Design的那个Example 跟他的Tips 来 来唤醒大家 内心那种饥渴的DNA 把你的一些Design ID 恨不得全部倒出来 对不对 把它设计出一个 我觉得身为RD人 都会想要设计出很不同 与众不同的产品 来增加自己的价值 那价值 通常也会有一些薪水上的一个改变吧 这是大家希望有的 我们一起来呼唤老板们 给我们加薪 好那这样的一个 到 再就是说我们的分享 初期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 来讲讲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程式完成 我该有哪些工具要做 以及这个简单的步骤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 这接下来的两个部分 那如果你要做混合式数位呢 你需要一些工具 刚刚Mindy我们提过了 你需要去下载我们的MPLAB Mindy 还有那个软体的部分呢 你需要下载MPLAB X IDE 因为ID是我们Microchip的所有IC 写程式的一个环境 是共用的 不管你是用全数位半数位 都是安装ID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Compiner呢 是看你是8bit 12bit 没有12bit 8bit 16bit 还是32 那SC8 SC16 SC32 就是你要去安装的 我们今天呢 关键是教大家怎么使用MCC 所以呢 其实上是什么 我们在MPLAB X IDE里面 用MCCC去写程式 但写出来程式呢 IC看不懂 所以透过Compiler 把它翻译成IC看得懂的程式 然后把它烧进去就结束了 可是有一个工具呢 要再另外介绍叫做MCC 同样是MCC 这两个是一体的 只是MCC呢 他又拉出一个叫MCC SMPS Power Library 我听到Power Library就知道了 来帮助大家了 帮助大家什么呢 我们刚不是说过吗 你是一个IC设计者 Microchip提供了 我们就假设就这些好了 假设只有这些 其实不只 我们提供了这些方块 比如说PRG COG P答案 Timer Comparator FVR 我都给你了 但是呢 如果我要一个不会写程式的人 一个一个把它拉出来 然后再把它一条线 把它接好 然后把它写完成式 要命 对吧 不要说拉出来 去厕所拉肚子再比较快 这个不太现实 所以呢 SMPS Library 要做什么 SMPS Library 是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从上面往下看 不要直接到这里来 下面 虚线以下这个叫MCC MCC去按住这些 对很多人来讲太难了 我不会写程式 可是我是电源专家 我讲不是我 我是鼠大 我是鼠大 我是一个电源专家 我这个客户是电源专家 然后他呢 我懂Topology 我懂Control More 我就是不懂MCC 那怎么办 所以呢 SMPS Library 就是反过来的 你直接看你的Topology 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目前 支援是SYNCHRO BUCK 跟LED SEPIC 你可以这么想象 其实啊 BUCK 全桥转弯器也是BUCK 对吧 很多东西 PUSH PULL 也是BUCK 所以呢 你只要不带 右半边零点的 你就是选择BUCK 那SEPIC 事实上也是Flyback 也是Boost 所以你只要带 右半边零点的 你就选择 这个左边的这个 SEPIC就对了 然后选完之后 再选你是要电压模式 还是PICK COLOUR MORE 目前是不支援 那个平均电的模式 如果你要的话呢 就要自己去按 按这个MCC 你只要这样选完 然后选完之后呢 MC 这个MCC SMPS Library 会自动帮你把MCC底层 全部帮你按好了 我就这么好 所以 事实上都是叫MCC 只是MCC底下又生了一只 这个小助手出来给大家 你可以想象你有个秘书 这个秘书呢 他会帮你把MCC按完 但是你要告诉你 你的那个 你的这个这个助理啊 这个特助 这个秘书 你要什么样的一个行程表 他帮你 你先规划好之后 他根据你这个行程表 去帮你把这些线 把这些资源 就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这样就是MCC SMPS Library 所要做的事情 那做这个实验啊 会有很多的板子 那我们介绍一下 有哪些可以用啊 第一个呢 是我们官方有一个 25瓦 同步整流BUG Converter 这个Converter 目前是最完整的 他可以啊 这个 有电压模式 电流模式 PIG Converter模式 然后他的电流sensor 有那种 shunt ct 或者那个 用那个什么 电感电阻 电感电阻 电感里面的那个等销电阻 来做电流量测的方法 这里面都有 我这个非常好用 那这是美国官方版本的 是DM164 147 有兴趣的可以去买 那这一块呢 是啊 台湾做的一个 15瓦Sepic LED DEMOBO 那这个之前我们是研讨会赠送 是只送不卖 只送不卖 那我手上还有一些啦 如果啊 这个有兴趣 拿这种IC开案的朋友呢 也可以联络我 你真的开案的话呢 我送你 呵呵呵 这片好像一千多块吧 Anyway 拿不到 或者说你当初 这个只送不卖 没有拿到的人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 啊 这个 到用的电脑啊 去搜寻AN3343 也有这个板子的完整的一个 说明文件 电路图什么都有 还有他的一个 计算 这里面的一些计算过程 那我们今天用的呢 都不是以上两个板子 是目前这一页用的板子 我们叫做POWER CLICK BOW 那这个板子 是我们台湾自己做的 这个板子呢 啊 在下面这个网站啊 这个是官方授权啊 帮呃 台湾Microsoft这边啊 贩售板子的一个位置 我大家点进去可以去买 如果你需要这个板子的话 那这板子呢 他功能比较单纯 因为他存练习而已 所以他不能 他目前是没有支援电流模式 他支援是电压模式 那因为他只是一个练习嘛 所以这样应该是足够的 你把这个板子插在我们的 啊 DM164137这一块 好奇的板 就可以做我们今天的实验 我们今天是混合式数位 是PO到002 但如果你把他插在 我们的dspiq3 3k 餐 or ch 系列呢 就是我们 主要的一个板子 也是插这也可以用 所以这板子呢 他上面 并没有主控ric 所以你插在半数位 kuin它就半数位 插在全数位 可就一个全数位的控制板 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简单的来过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程式做 这个把它写完 事实上你会感觉你根本没有写call 所以我们刚刚第一步骤已经做完了 把plan找出来 第二步骤根据plan 把compensator计算结束 这个RC都找到了 就剩下这个线还没有接起来 这个绿色框还没有接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step3 这mcccoding 那还是讲掉 虽然说是coding 事实上是没有coding的 如果你用mcc的话 真的没有写到任何一行call 连一行都没有写 连一行都没有写 然后在讲call之前 我们还是要有些prework要做 你的hardware的一个setup 要把它做起来 那假设你用的是这个 我们这个板子同样的 假设你有买这个板子的话 你没有换你自己的板子也无所谓 那这板子呢 简单介绍一下 它有一些LED 可以显示电源的一些状态 然后呢这个板子呢 它是一个同步整流的bug 我说过它可以双向 所以你可以从左到右变成bug 右到左 它是一个boost 都是可以的 我这个板子我有做给我的客户 然后呢 上面的IC 上面的一个供电呢 它可以选5V跟3.3V 因为它有给DSP跟PIC都可以用嘛 记得要选一下 然后它的回收线路在右下方这一边 然后它支援那个microbox 所以也就是透过microbox 是接到hybrid的那个控制 啊 耗机板 还是全数位的耗机板 然后我们啊 上面还都帮你放了一个UR跟USB的那个bridge 你透过这一块 啊 那个什么 那个PIC这个IC啊 那你可以把它转成USB 跟那个电脑做沟通 那这范例程式呢 都可以在我们会后会都是可以提供的 然后呢 上面我们有两个那个IC啊 是没有打件的 SO8是没有打件的 这是给客户做练习 如果你需要用S2C 去跟AA Pro或者密码IC 像ECC608A这种IC做沟通 这可以在这边做练习 然后我们上面做一个那个OLED板 0.96寸的 小小的 这个有些客户跟我说 哎我现在老花呢 不要紧啦 老花就就不要显示了 这比较小啊 这个显示确实比较小 我现在最近也开始发现自己也开始老花了 好那 我们这个板子呢 如果你买回去的时候 它预设其实是全数位的 所以你这个 你要自己把它手动改成半数位 那手动修改呢 你要修改是这一些RC值 都要自己自动修改 那我为了方便我列在左边 列在左边 那电压记得啊 把它选择到5V 因为我们今天的RTC用的是PIG16 所以用5V 然后R14 18 C9 C10 C11 C12 根据上面的一个RC参考 你可以把它焊上去 因为这个值就是根据我们刚刚那个Mindy的模拟 还记得吗 然后我们微调出一个实际 Real World的一个RC值 在这个地方 那C12记得拆掉 C12是给ADC用的 混叠效应以及ADC那边所需要的 然后有兴趣再去看我YouTube的影片 有解释为什么这个电容很重要 然后要放多大 自己算 这一块 但是在类比控制呢 这个反而是不需要的 这个C12记得拆掉 好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 那个刚刚讨论的是我们那个纸板嘛 那母版呢 选择的是好奇版DM164137 然后呢 你需要一颗样品是PIG16F1768 那没有的话呢 可以去申请 那真的申请不到呢 那跟我说一下 我手探应该还有啊 可以送给各位 那插在你的好奇版上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实验了 记得我们现在整个实验是用1768 你用别颗也可以啦 我只是说 我产生的Example Code 是1768的 事实上也不用产生了 也不用给你 你照着按就可以了 好 那没问题的话呢 把板子拆在上面 然后电压选择 你使用5V的这个选择 然后不要接错 因为你现在是接BUG 所以右边是输入电压 左边是那个输出电压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USB 我们的5V供电 一律有我们的这个USB 这边在板子的下面 所以这边看不到 板子下面 这个USB接在这里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使用板子上的烧录器 所以你不用再用烧录器了 然后5V的电源也是从这里 当然 这个 你要从别的地方另外给电也可以啦 只是我们现在目前实验起来 因为板子很省电 你没必要再从别的地方给电 你没必要再从别的地方给电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Bug版 这个Power of Stage不一样 这独立的 这个是另外需要给电 因为这个功率 早就超过我们一般小小USB的供电了 因为这不是Type-C 好 硬体 整装完备之后 当然现在还有软体的部分要去做嘛 软体呢 是要去安装 所以呢 安装的连结我也给大家了 那 我觉得 有没有给都小事 因为呢 他很好记 比如说 你看这里 我如果要下载MPLABLE SID 你只要到 www.microsoft.com 然后slash 这个斜杠人声 IDE 他就跑到IDE了 那 Compiler呢 那个斜杠人声 SC 就可以了 但SC进去再点SC8 不是SC16 不是32 不要点错了 那我这边版本是给大家参考 是我今天的整个实验过程用的版本 那如果 我怎么实验怪怪怪的 你记得回来再check版本 有时候版本会有一些很大的差异 那我不好说 有时候公司改版了 我不能每次都马上更新影片 所以呢 这个请大家自己留意 那我MCC的版本是 5.1.1 然后我的SMPS Library 1.4.0 然后 那个Mindy一样 slash Mindy就可以了 那你会想 我的MCC 那个SMPS Library 这边怎么没有给连结 我们等一下再说 所以 请大家 这个 这个 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是去我们这个官网上下载 IDE Compiler 跟我们的Mindy 我就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实验 好 接下来我们讲 怎么install MCC MCC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 你不介意用最新版本 就是最简单的教学 你只要打开你的MPLibus SIDE 然后点选你的tools 然后这边有一个Pri-ins 有没有 点选Pri-ins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MCC Configuration 对不对 你把它勾选 勾选完之后 选择install install呢 那当然我们就还要去选择 这个 这个我要agreement 这个license agreement 你不同意 那就搞笑了 对不对 当然必须同意 install然后同意 然后就可以按下你的那个install 按下install之后 他会在这边跑 那有些人会勾选这个run in background 就是他会把这个画面先盖起来 让你继续写程式的 他看你 我习惯了这个一个动作一个 一个动作做完再说 免得写到一半又产生麻烦 所以我通常在这边等 那等完的 等完之后 那他通常会问你要不要restart 通常是要 因为MCC他一定要restart 他才能够正常的安装完毕 所以你要把它restart now 这是个人建议的 然后按finish 他就会开始安装 然后重开机 那刚刚那是MCC MCC SMPS Power Library 那就不一样 这个动作稍微的麻烦一点点 你要到 因为他还是MCC 所以一样方法 你先到斜杠人生 microsoft.com mcc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网页底下 你把它滚一下 你可以找到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名字叫做 smpspowerlibraryv1.4.0 目前的版本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呢 它是一个档案 你把这档案呢 下载下来 它的副档名是mc3 这个library lib 下载下来之后 不要去改它 这个副档名 它要去认了 这个你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之后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 window就是一样 从tours里面 ide的tours里面 找options 在options里面 你找到一个叫pryins 找到pryins之后 你再点选你的input library install library 然后它会跳出一个对话视窗 你在对话视窗里面呢 去选择你刚刚所下载的那个档案 下载之后 你按下ok就可以了 但这边只是提醒 有些电脑很奇怪 需要restart你的mplable sID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重开机一下吧 不是重开机啊 重开启档案啊 电脑不用重开机 这个mplable sID 看能不能重新开启一下 那我的经验是不需要 这个smps library是不需要 那有些客户说要 那我建议 那大家就都要好了 好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这个有点鸟毛 这个addle 就喜欢用mac 那mac你在option里面找不到啊 它不是啊 它放在这个位置 那你点选以后啊 它一样就会跳出 刚刚option那个目录啊 那一样就 后面就一样的 就primeins 然后点选你的那个 install library 在这个地方点选你的install library 然后把那个档案啊 把它input进去 那同样按ok就结束了 那同样我在轮mac 我的测试是不用restart id啦 那我同样的还是说 看个人 有问题你就restart吧 好 这个硬体好了 软体安装好了 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刻 把这个程式把它写完嘛 那首先啊 就会用到我们的 啊 close loop 那close loop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从一个bug回收到把p单打出去 我们要经过我们所谓的compensator 跟我们的p单的一个modulation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块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怎么做到不写任何一行扣 把这些线接起来啊 首先啊 当然打开你的MP level xid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create 我们要creating一个new的project 我就一个空白的project 所以你先点击你的那个 啊 开启一个新的project 然后选择stand alone 然后next 然后呢 选择你的IC 我们用的是1768 然后烧路器用的是starter kit 那个pkob pk on board的意思啊 ob是onboard 然后next 然后呢 选择你的啊 compiler compiler选择完之后 当然随便取个名字啊 然后入境选择啊 都对了之后 当然就按下finish 就完成了一个 空白project的 一个产生 然后接着 当然就按下你的mcc mcc按下之后 它有三个选项 这个harmory是给pk32用的 我们是pk16 就8bit 只有melody跟classic 就是最传统的叫classic 那melody并不是每一颗都资源了 那我们回到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classic 那你选择之后呢 你就选择 你就 select mcc classic 把它点了这个选项 点了之后呢 它就会跳到这一个 呃 library 有哪些你可以安装啊 有哪些什么鬼东西的 自己看 关键是 没有问题吧 那就 点下你的finish finish点下去之后 就是你mcc 开启后的一个画面了 它的画面 那在设定power之前 首先你要告诉mcu 要跑多快嘛 对吧 那个马啊 有时候要吃草 也要站着 要干嘛 都有可能的 你要给它一个速度 那我这边呢 只是给个范例哦 我给16MHz 你可以去改 这个是我没问题的 那 假设你跟我一样 你选了之后呢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package 右边这个包装要选对 因为我们等一下 还要选脚位 你package错了 你选错了 它烧出去的脚 可能是错的哦 所以package要去选 好 选完没错了呢 我们是做bug嘛 我们就选了一个 synchronous bug 1 因为我们用了 它第一个模组 好 选了bug 1的模组之后呢 第一个要选择是什么 你点选这个bug 1之后 第一个要选择是什么 control mode 我们说过嘛 先选topology 对不对 topology是bug还是sepic嘛 然后bug就是不带右半边零点 sepic是带右半边零点的 对不对 然后那control mode要选择嘛 电压还是电流 所以选择control mode control mode 选完之后呢 这个什么频率啦 datetime啦 这个LEB 我们还有支援LEB 都可以在这里选择 然后VRAMP 听清楚了 VRAMP 我们刚刚在计算那个P1 GAMP的时候 用的是一幅嘛 就这个地方 你就要选择一幅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这边选两幅 1到2 那你刚刚计算的时候要选2 这个要记得 你自己找麻烦就对了 0到1 你就选0到1 好 没有问题 简单 update all update all呢 你按了下去之后呢 刚刚这些模组的接线 他都帮你完成了 完成在哪里 modulation 就是这个蓝色的 compensator block 就是这个算是橘色好了 然后呢 这个两个方框里面所用到的所有模组 这些模组都在左边了 有没有 比较器1 cog1 dex1 dex3 fvr op1 prg1 pdm3 跟timer2 这些他都帮你把他mcc全部按完了 也就是说这些模组他全部帮你呼叫出来的 然后把这些线全部接好了 这个秘书呢已经帮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啊不要紧张哦 诶 扣写好了吗 还没哦 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你脚要告诉他啊 我哪知道你的p单要从哪只脚出去 op从哪只脚进啊 要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要去 点选这个所谓的pin manager 然后把这些脚啊 把它锁定 p单打哪里 io打哪里 什么都锁定了 然后右边这个图呢 可以让你对照 然后你的layout 对不对 你的layout是这样子做 对照完了 接下来就是 见证实际 那个奇迹的时刻了 请你点下generate generate就是把你的call产生 刚刚只是点选了 还没有产生call 你点选之后 你刚刚所产生的那个call 就会跑到你原本 最前面那个 建立的那个空白project里面 你发现里面有程式的耶 哇 你没有 程式啊 来 见证 那个奇迹的时刻 就是按下program 这个program按下去之后 啊 如果你看到了 非常开心看到什么 program it 然后verify complete 啊完成 那就简单了 你的程式写完了 你现在去量你的输出电压 应该都是对的了 就这么简单 已经写完了 已经写完了 我们先不量波得度 这就已经写完了 那有一个tips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刚刚那个pdai模组啊 他所使用的呢 是我们的vdd当成参考电压 那有些客户说 你vdd如果有那个摆动 比如说vibration 或者说有什么一些noise 那我输出电压不就跟得动吗 没错哦 所以我们的op的deck 如果你需要更好的一个参考电压呢 你就要选择我们里面的fvr 这个模组拿来使用 那我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我想要 我的fvr我想要准一点 说我把它定一个fvr呢 是在2.084V 这个电压我把它选择好 你点fvr 然后把电压选好 选好之后 你再到你的deck 我们刚刚说deck的参考电压嘛 所以到deck这个地方 它的positive的source 这个地方选择fvr的buffer2 那buffer2就是我们刚刚选择的 那个2.08V的地方嘛 然后呢 再产生我要的1.95V 就是我的相对输出的5V 我输出是算5V 这样的话呢 你vdd就算不稳 它fvr还是很准哦 这个是里面内部的 你想象里面有一个regulator 然后它产生一个参考电压 给你的那个deck使用 除非你的vdd掉的太夸张了 掉到比我低 那当然就稳不住 你只要比我高 那这样它就可以稳住 然后它有客户问 那你就要写完 那就会动 那我soft start到底在哪里 我怎么不知道 那如果你想知道 它soft start的call写在哪里呢 你只要打开你的main.c里面 有一个seton interaction 然后找到最下面一个vmc voltage mode control 这个initialize 然后你点进去 再把它选择 就是说 你就可以这样子看 这个initial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我们io的设定 以及什么 就是我们io不是要选择 你是op哪只脚 pn哪只脚 什么哪只脚 对不对 这些选择完之后 它就进入一个soft start 那这下面就soft start了 那么也可以想象 如果你soft start需要改变速度 或改变什么条件 你就来改这里的call 那如果我不想一开机 就马上启动怎么办 那就把initialize 这两行先把它杠掉 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你这个电源开启的时间点 就会改变了 我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怎么证明做完了 刚刚模拟那么松垮 然后你说 你说做完就做完 你adle算什么 adle说做完就做完 不一定了 adle说做完 真的是做完 好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实验 我们假设刚刚的call 烧录成功了 你的usb cable不要拔掉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 要是给电 然后12V从我们的Vin 这边供电 然后这边接一个 1A的一个负载 反正就接一个载 空载不是不行 空载量错波德图 会比较不真实 好 那我们这边 已经帮你预留了 两个波德图的量测点 你把它接到 下面这个 接到我们的channel1 然后上面这个 接到我们的channel2 然后injection 这个比较用的讯号 经过我们的注入变压器 同样也是注入到这个点 所以你从而到以 只用到这两个点 就可以量测你的波德图 那从波德图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 首先这是我们LOOP的结果 这是 蓝色线是我的print 3P3E是我的绿色线 有没有发现一个很 很蹊跷的事情 首先 正常的事情是什么 我的face margin game margin 还OK 当然face margin稍微下降 这是实体的 总是有误差 那误差怎么办 这个图有两个地方要调整 第一个误差怎么办 我这个game margin face margin怎么下降了 他只有接近60度 我希望他有那个70度 怎么办 还有10度 那这个地方 其实不打紧 你还记得我们 怎么调这个高频的 那个香味玉玉的 就透过我们高频的几点 所以你只要等比例的 把高频几点 再往右移一点点 让他到60度 到70度就可以了 只是说 一般来讲60度 也很好 比70度还好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改变他 其实是没问题的 那另外问题比较奇怪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诶我的频宽 不是设计10k吗 这个差太远了吧 这个A就给我挣下了 设计出来怎么变成6.351kHz 这差太多了吧 我没有骗大家 原因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DC game 原本不是说21dV吗 诶怎么跑下来这个地方了 怎么跑下来了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啊 我们那个demo ball 我们的开发板啊 他为了怕客户逆接 把东西烧掉啊 我们刚刚在接的电源 是从这边进来的 从这个PA1进来的 这个powerjet这边进来的 这边一个D1产生压降 你会想 D1压降那么小 这个还好吧 不要忘记 我们输入只有12V 1V等于我12分之1了 那他会造成我们DC game 那个快速往下降 那假设哈 这刚好是一个案例 我故意的 其实我是故意的 因为我也可以 从那个PIN这边接进去嘛 我故意从PA1 那个P1A这边进去 也是故意的 为什么 我要让你知道 如果你频宽跑掉 怎么办 很简单 刚刚高频几点 是拿来调整相位于力的 那我们原点频率呢 F0呢 或FO呢 是拿来调整 我们频宽的嘛 对吧 既然是频宽跑掉了 所以你把频宽 乘你原本的10K 除以你现在真正的频宽 比如说我现在是6.351 分之我想要10K 去调整我的那个F0 重新计算一下我的RC值 就可以让我这个 啊这个什么 我这个我这个这条线啊 回到我的那个10K去了 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 然后后面我就不做了 因为我们RC值在跳完 太麻烦了 给大家看一下 那有朋友会问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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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总不能板子一来就给他上电啊 啊上电那位控制回路有问题 炸掉怎么办 我要open loop啊 事实上没错 真正的电源实验一开始 通常是open loop 才是close loop 我刚刚先故意反过来 那你感觉一下连close loop 都很简单哦 那open loop怎么办 open loop更简单了 你同样的 再打开你刚刚的mcc 然后呢 p单open loop 既然是open loop 它是在我们的p单设定嘛 所以p单设定呢 请你找 modulator的block这个地方 你点下去之后 你点选mcc的这个地方之后 你再按下你的configuration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位置 叫做什么 stand alone open loop p.m 找到之后你把它打勾 打勾呢 然后填写一下 你p单频率想要多少 你想要多少 你把它点选上去之后呢 比如说我想要50% 然后点选之后呢 还要再一样哦 记得这个步骤最容易忘记 连我自己都容易忘记哦 当你写完任何mcc的设定的时候 请你记得要去设定 generate 不能说设定啦 点选generate 把call真正的产生出来 不然你只是设定哦 generate之后 同样的按下我们的那个神奇烧路键 它duty立刻变成定duty 然后可以看得到 它的date time 是不是你设定的频率 像这个频率是250kHz 这是我设定的 然后date time呢 是大概在100 0.16microsecond 就等于150个 那个pico second 这差不多是我要的 这是没错的 那频率呢都对 然后duty呢 诶 你设定了那也47.7 然后on time是44.64 不要忘记哦 date time 因为我们现在是250kHz 所以date time影响duty 实际上有一定程度的 所以这个目的 看起来诶 正确了 所以open loop是很简单 打工 选duty 然后烧路 就结束了 我们来增加一点乐趣哦 每次开课啊 这个内容都一模一样也没意思 所以呢 未来我开课的时候啊 如果是同样的课程呢 我会增加那个彩蛋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们在前面的动手实验啊 我们已经把 用smps library 这样东西把整个powersprice控制了 那call一定不是只有这样嘛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举个例子哦 我想把别人写的call或者我在其他地方写的一个call pass 那现在例子是这样 比如说我需要mcc帮我产生一个 1ms的中段 然后这中段呢 只是一个时间的基准 然后他会让我的 这个程式呢 他会以一个ms做一个技术 然后各自产生 1ms 10ms 100ms 1秒 这样的不同的时间点 让我可以执行不同的程式 那我这边 100ms打差呢 是因为我这个call pass 也是同时也是支援 其他课程是ds pick 那我未来会开课的课程 那他ds pick 比较快嘛 所以他还另外可以产生100ms 这样的一个支援 那好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需要的来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怎么把一个1ms的东西产生 然后呢啊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所以我用一个io LED 那做一个简单的toggle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 他有没有在正常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已经写好的call bass 呢啊透过mcc产生的底层 把它无缝的接轨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给大家做参考 那但是还是基于原来的mcc smps library 当初所建构的一个简单的程式 我们只是让他更像数位电源开始做一些延伸 今天彩蛋是做这个 下一次呢来给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下次来基于这样的一个继续程式 我们再把它做更多的延伸 好那么呃 我们今天因为要结合mcc嘛 再更多的一个资源 刚刚有提到 所以我们需要基于原来的设定 所以我们不改哦 我们增加了timers1 那这个timers呢 他会我们需要他有中段功能 然后他技术的时间是1ms 然后这个中段里面 他会自己再另外技术一个callback 那我们也一样用1ms 然后我们用这个板子上的这个 D6LED 这个板子来做1秒的toggle 也说1秒on1秒off 等于是0.5秒的onoff这样 应该说2秒啦 所以说1秒on1秒off 加起来是2秒 然后呢 所以我们要设定一个output模式的IO 然后一pin脚对应到的就是mcu的第17脚 R12 然后使用的是D6LED 然后我们给他给这只脚呢 取个名字叫TLED 就testLED的意思 好那首先我们就需要 做mcc的设定嘛 所以mcc同样再打开 然后我们要增加这个timers1 所以你在下面这边 找到timers1把他接上来 那上来之后 你就要点选timers1 那点选完 你就可以在右边这边 去设定你的timers1的设定 那基本上clock选一下 那我比如说我这边选的是系统clock 那除屏是1比1 解析度比较高 当然因为只是一个简单timers 解析度高不高到无所谓 那我就设定一个1ms的一个基础时间 然后callback 就是他中段里面会再重新另外 计数一个callback 会对外的一个呼叫 这个很重要 我们等下会用到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callback function 然后中段是要打开的 你把它打勾之后 下面这个interrupt 这个会自动被打开 enable 然后呢 我们因为我们的基准时间是1ms 所以你就除以1 1ms除以1 所以还是1ms 这个地方你要去设定它 然后呢 我们要一个IO 所以我们在RA2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enable 把它选择 选择之后 你可以看你的pin module 这个视窗 你去点选它 就在这个地方一个pin module 你就会多一个角 RA2 那我们当然是设定了opter 所以opter会打勾 注意一下anlog没被打勾 有时候会 要记得把它取消 好 那 因为anlog一打勾 它会变成是ADC的模组的功能 它会自动把IO的功能盖掉 你就没办法opter 好 那 我们就取个名字叫tled 这个地方就记得要去取名字 然后对应一下 然后呢 没问题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generate the call 就产生你的call 那 接下来当然下一个步骤 是要把你已经写好的call 把它搬进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练习 把别人的call 或自己的call 我的call base 就我 我城市喜欢长什么样子 通常会有一个样子 只把call进来 那这个地方不详细解释 只能看得到 比如说我自己写的 那个schedule 就排时间的那些程式 然后对应到我的 那个project里面 我就把它拉进来 copy进来 就copy进来而已 然后对应到 我们这边还有其他功能 我们这边还有其他功能 未来会用到的 没有box 我也先把它copy进来 这直接定义 我还没有使用它 然后呢 task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 0.1秒 然后那个 1秒 这些时间的 的那个控制 在这个task里面 然后同样的你就会去 这个一些设定 都把它copy进来 这边都把它copy进来 就可以了 那copy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马上 试播器就可以在RA2上 量到这个LED的tago了 然后当然 因为我们定了一个名字 叫tled这个名字吧 那mcc就自动帮你造一个 那个tago的那个 副程式 叫tledtago 用它 它马上就可以on off 那因为我把它写在 我的task的里面的1秒 所以它就1秒on 1秒off 1秒on 1秒off 这就所谓的tago 可是有趣的事情 你要思考的是说 那我怎么copy进来 mcc就可以跟我无缝接轨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首先第一个 你名字跟我一样 这是一样的 不然 我copy进来没有用嘛 可是问题是 mcc造的call 为什么我可以直接使用 我原本用的call 跟mcc有什么关系 就像我们这个彩蛋 最关键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看它 首先第一个 我们造出来call 原本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call的对吧 就是一个wire1 然后都没有动 mcc smps library 那个时间做完 这边应该这都是空的 好 那我们就故意在这个地方 先插入一个行程式 我这边写的 OS schedule run forever 然后它会对应到哪里呢 它对应到我刚刚copy进去的 那个程式里面 这个里面 有对应到这个嘛 run forever 那事实上 那事实上 forever 它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去run一次 啊这个啊 那个run once 所以对应到是哪里 对应到就是我们的那个上面这个run 啊run once 那run once里面它就去判断 1ms到了没有 然后10ms到了没有 100ms到了没有 1秒到了没有 那有的话它就会去执行这个task 啊run once 然后task one second 然后task one second 就会对应到我们左边 啊led toggle 就刚刚那一个啦 所以就可以量到我们的结果 可是呢 你就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诶 那为什么mcc造出来的中断的程式 按理说是在我的mcc generate里面啊 它怎么会知道要去呼叫你呢 啊对吧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重点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也写了一个timer one callback 啊email second这个中断 啊这是我写的一个中断 可是事实上它不是真正的中断 应该说它是软体啊 先写好等一下让中断来呼叫我 但其实mcc一开始不是 应该说mcc不是一开始就呼叫这个副程式 啊这个这个就是今天大家要学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你自己先写一个啊 准备让中断呼叫的一个副程式 哦这是副程式中断会来呼叫你 只是mcc怎么来呼叫你啊 好那我们写的这个中断的一个副程式之后呢 我们啊先在你的初始化要去初始化它嘛 所以呢你在你的啊你自己写的啊一个框架程式 比如说我用的是os schedule的这个一个框架 我要产生时间种嘛 所以我我用这个我要去初始化它的时候呢 你要打一个这一行字叫做timer1 set interrupt handler 啊然后括号里面就是你取的一个名字的副程式 比如说我是timer1 callback 1min second 这边就要写这个 那因为这个副程式它要宣告它的时候啊这个啊这个初始化副程式要宣告它 他找不到这是什么 因为是不同的点C档 对吧啊或者点C档 但是他是写在我的后面 所以呢前面要再另外的宣告一次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懂 那为什么这样宣告有用啊是因为啊我们的呃那个mcc的这个程式里面呢有写了这么一个宣告 事实上mcu一中断它是跑来timer1啊isr这个副程式里面的他是跑来这里 然后把那个timer1的那个中断啊把它清除掉 然后去执行这些东西 然后注意看下面这一个他会去啊执行timer1 callback嘛对不对 然后timer1 callback进来之后他再去去找这个定义是宣告到哪里去 事实上我们刚刚左边不是一个这个吗有没有timer1 set interrupt handle 事实上就是告诉他等你啊托呃callback这个方形进来之后呢 请你直接再呼叫到timer1 callback in me second 因为我把它指定到这里 那如果你没有指定那事实上这边就等于没有执行 我觉得他就会执行这个啊这个这什么啊 default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程式塞在这个 default里面 或者你自己定义一个啊这样子所以呢啊你的程式就啊 mcc 造完之后他事实上就会自己来跑到啊这个callback里面 然后再跑到我们自己宣告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边做一个简单解释 那你当然啊我这解释是从我们的啊官网说啊 啊 copy 下来说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啊啊啊 啊那个microchip develop the help 里面这边有这边有网址给大家看 在mcu端来说mcu很简单他进中段的时候他就会去找中段的向量 然后直接去跳到他相对应执行的地方 那如果你用mcc写的call呢他不是这样他是先跳到啊我们mcc的点c档里面的一个啊mcccallback的方式里面 然后里面呢允许你跳到你自己写的程式或者在里面就直接把执行呃这程式把它执行掉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方式啊我们从下一页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会要跳两次呢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 那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啊这个地方是啊硬体的啊这个位置他跳到我们mcc的程式里面 那mcc为什么要再跳到我自己的程式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你把你的程式塞到mcc里面 那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mcc我们经常会有改版或者说啊mcc会增加一些功能 那我可能要去那个把mcc的call啊再update一次 可是如果你updatemcc的call就很麻烦因为你每次就要去检查 那个你的call会不会被盖掉你每一次都要检查很麻烦的 甚至如果不小心发生那个意外你把它盖掉了你没办法恢复 所以呢为什么mcc这么做呢我们希望啊mcc这边的东西跟你自己写的程式呢 他中间是断开的虽然他在执行上他会自己过来但在点c档的管理上他是分开的 那这个时候mcc怎么去update就跟你的程式呢没有直接的关联 他不会把你盖掉 那简单的范例这边有给你看了就是你自己宣告一个一个中段程式 然后呢初始化的时候记得宣告他比如说我们timer1嘛 我这边就是timer1的setinterrupt handle然后过来 然后呢接着他中段只要一产生他自动就会去执行你这个程式了 那比如说他这个范例程式也是toggleRA2 他就会去toggle他的RA2 那第二个彩蛋呢是把这个framework啊把它再加入一个功能透过UART跟电脑沟通 那电脑这边用的界面呢叫做PPV Powerball Visualizer 是Microchip提供的一个免费的软体相当的好用我个人很常用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把我们在Microchip官网所下载的这个PPV啊 他写一个范例的library 那我们把这三个library里面含的三个档案呢 其实是这个说两个档案啊一个是就是两个点c档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是点h档我们把它import进来就可以跟我们电脑直接沟通 这个已经写好的 那呃在这之前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呢因为是跟电脑沟通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UART界面 那使用的呢就是PowClickBot上面这边有一个USB的接孔 那你接这里后啊他会经过这个Pic16这一颗 帮你把UART转成USB跟电脑沟通 所以电脑是接到这个Pow 不是我们啊好奇板上的USBPow 那因为用到UART所以我们就要订一个 呃一个URPow给他那我们用的是 呃TXRX D10Pin跟D12Pin 那还会用到我们AN10 因为我们要读VART出来看嘛 那我们也读VIN出来看 那这个LED呢我们需要换个脚 因为这个脚啊跟AD脚是对冲的 我们等下会说到 所以今天的实验啊这个 第二个彩蛋呢 会用到我们UART1 然后我们设定是9600BPS 的Ball Rate 然后用的脚就是我们刚刚说到RB7跟RB5 那对应就是TXRX 那ADC呢会用到会去读VIN VOUT 所以会用到两只两只脚 一个是RB4读D10Pin 应该说AN10 那RA2呢去读17Pin 是AN2 那IO呢因为有冲突 所以我们把原来TUGGLE 1秒TUGGLE一次的那只脚呢 那把它改到D6LED 这个LED上 那使用的Pin呢是RA5 就是RA2改到RA5 因为RA2目前要改成ADCPin用 那这个脚不变我们就把它称为叫TLED 这样的Code就不用改 只要改MCC就可以了 那首先当然MCC要重新打开 就右上角这一个 这个MCC把它打开 然后呢新增UART 就从下面这边点UART上来 那UART这边的设定呢 我们是选择非同步 然后9600的Ball Rate 其他基本上都不用改 预设值都是对的 注意的是你要记得你的RX TX的位置 那就我们是选定RB5作为RX RB7作为TX 那AD要独角 所以我们就把ADC的这个功能呢 把它从Peripherous这边把它点上来 按一个加它就上来了 那ADC的设定呢 首先要设定你的Clug Source 那这边会警告你 这个你的一个TID要多长 那如果你点错呢 Notify Notification这里呢 会出现个警告说 你这个时间呢 太短了 那我这边选用的是 我的Clug除以 我的主频除以16倍 我再一个Microsecond 那就是符合它的基本TAD的要求 然后呢 我这边选择的资料是靠右 那如果你没注意靠左 那你资料不对哦 稍微注意一下 我选择靠右 然后用的就是我们的 RA2跟RA4 应该说RA2跟RAV4 来作为我们ADC的使用脚 那因为用的这两只脚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过 所谓AD 原来ADC这个脚没用嘛 所以我可以用它当IO 但现在IO不行了 AD冲突了 所以我把这个脚取消 我把它解锁 改成锁到那个 Port A的那个第5pin 所以第5pin RA5就对应到TLED 这个就等于换脚 很简单 只要换个脚 然后名字把它取成一样 就好了 那我ADC pin 我习惯也取个脚 到时候在认的时候方便一点 那我们在call里面 是没有直接去使用它 那接下来就简单了 这个AD选择之后呢 简单的 就确认一下 是不是ADC pin 对应的analog都有打勾 因为analog打勾 ADC pin才能使用 那IO pin 如果是output 记得这边要勾选output 正常来说 你这边选output 右下角 它上面这边 自动会把这个output 把它打勾 那当然还是确认一下 比较好 有时候还是会 出现一些意外 然后呢 如果MCC按完之后呢 当然你就可以去按那个call jam 把程式 产生出来 产生出来之后 MCC底层就结束了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呢 这是我个人 帮你把Microchip的那个 Powerboard Visualizer的 Library 就是 韧体的Library 在DS Picker用的Library 我帮大家已经缩减完了 你只要把这四个档案 Copy过来 我已经放了一个目录 叫PVB Device Underline Device 这个地方 你把它input过来 你的project 两个h档 两个dc档 把它拉过来 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简单 拉过来之后呢 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 我的程式跟我们的Library 还没有直接连结嘛 而且连初始化都没有 所以呢 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到 你的main.c 把那两个h档 把它include进来 那把include进来之后 再做一个简单的两行程式 把它做初始化 所以那个 Device-gui-communication-initial 这个把它做初始化 还有application-gui-initial 这个也把它做初始化 完成初始化之后 非常强烈的建议 先点选 Dev-device-gui-gui-communication.h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你一定要先打开 因为你要先设定 它的defi 要mapping到你的mcc 因为你用的ic 有时候是picker 有时候是dhpicker 甚至不同的ic 理论上 ccode都是相容的 但是呢 它的那个driver 那个名字不一定是一样的 那所以你要去检查 比如说我们像picker 那你就要对应到你的这个 mcc-generate-files 这里面有一个e-uart enhanced-uart.c 这个档案 你去找 会有名字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大小姐不太一样 然后呢 你把它mapping 把这个名字 把它copy过来 一个一个贴过来 这样才能对应 我们的library 才能正确的执行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要做 然后检查一下gui的ID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预设不改 我们等一下microsoft下载 那个gui 它预设也是2 你不改就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它的位置 然后有一个scope功能 就是把我们资料 一口气拉出来 这个一个长度的资料 那这个长度呢 牵涉到ran的大小 所以ran 你用的越多 你这个深度越深 用的越多 就好像我们按一个 试破器按一个区隔 它会把资料暂停 然后全部漏出来 那个就是我们的资料长度 这个功能呢 我个人是比较少用 但有些人喜欢用 那anyway 你用这个功能 你就要注意这个长度 你的ran如果爆掉了 你就把这个改小 因为这个pick 毕竟比较小 好那这个仔细个检查 mcc的mapping 结束之后 记得 接下来就是要加入我们的call 把这两个library 把你的library加入你 我们第一个彩蛋所做的framework 所以呢 接下来要做 就是要做事情了 那做事情当然就是 又回到我们的main task 点c这个档案 一样include的那两个档案 两个.h档 你要做的呢 只有三个task 第一个task呢 是scope功能 所以scope功能 就呼叫这一行 就是scope功能 然后呢 要做那个通讯嘛 那我们呢 因为pick比较慢 不像dhpick 所以我的ball rate 只有设9600 你可以设快一点 设怎样 都可以自己实验 我是以9600来看 那9600呢 我们就把我们两个task 那个task 1msc里面 放了什么呢 放了我们device gui通讯的那个程式在这里 以及app app就是我们的执行面 我要把ad读出来 这个丢到gui嘛 我是这一个 所以就执行这两个task 就可以了 那修改后啊 有一个也是要特别跟大家提醒 就是刚刚同一个这个档案 device gui communication 这个地方你要找 有一个叫rcv receiver的timeout 这个只是说如果你ball rate改不一样啊 那timeout 理论上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自己改 那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简单测试 如果原来是 15200的你就设10 那因为9600比较慢 那你就要数9一点 所以我现在是把它设120 测试很顺的 那你如果有不同的情况 不小心发生timeout 那你可能就在这地方 再把它改长一点点 然后都加入之后呢 那我们的这个task已经加完了 接下来就是要 把我们刚刚那个ad 设完之后 你总要去读它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task 10ms这里呢 我们加了两行程式 一行叫adcv in 这个变数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设好 我想大家会 我就不另外说 然后也设一个adcvout 然后呢 它会等于adcgetconversion2 也就是说我把an2 读出来之后放到v in an10 读出来放到vout 非常简单 mcc制造的driver非常简单 那读出来之后干什么呢 我们在我们要丢出去的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丢出去的地方 三行0就是我变数0 那变数1我把它mask掉 改成丢v in 三行2我改成丢v out 然后另外 这个有给大家做 预留给大家好玩的 三行345 还有6 6呢它会每次执行一次 它就会递 递加1001 这个就这样 这只是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 那刚刚那是读进来 那要丢出去的 另外一个呢 是读进来 就gui 我们update 我把它当练习 我update deck 然后从pvv 就是powerbolt visualize的这个gui呢 透过这个gui的通讯 去修改我的deck 那deck就是我powersprite 控制的参考电压嘛 也就是说我从pvv 可以直接修改我的deck电压 也就直接修改我的输出电压 那修改方式非常简单 gui会给我一个comment 那里面有012345 你可以自己加 这没问题 或是甚至数字都可以改 就改这里就可以了 比如说 比如说comment3好了 那3进来 它就跑到这里 然后3呢 它会去修改一个变数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商行3嘛 那我把商行3呢 就把它认定为 这个值就等于我deck的值 所以我要把这个值啊 update到我的deck1 就这样子而已 修改一行 就加这一行就可以了 加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gui 那这个gui把它打开看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其实这个画面是空的 这是我设定的 这个gui好用的地方就在于啊 你可以把这些资料丢出来看 你可以有button 你可以有slide 你可以有flag 但是这些都是你自己设定的 这个画面都还可以改 你要几个slide 你要几个button 你要几个flag 你甚至要把几笔资料丢出来看 都是你可以设定的 可以客制化的一个画面 只是说啊 这个画面的一个 一个排列啊 它有它的要求 它不能把它左右移 但是呢 每一个区块里面的内容 完全是你制定的哦 比如说我们刚刚 啊我们把这个啊 我们不是有一个 1ms的task 然后我们把0 0到6 把它丢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把其中把1跟2改成那个Vin ADC读到值 跟啊这个Vout ADC读到值 我们把它丢过来 这个时候你按通讯之后 你看它马上就把这些资料丢出来了 然后Vin 这是我的输入电压 Vout 就会是我的输入电压 然后呢 啊 DEC 目前的值是多少 它就会丢在这里 我目前 啊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通讯的结果 啊 就是丢在 那个414 然后 4呢 就是我们目前那个变数的值 但我们没有去改它嘛 所以它就会是4跟5 它的原来预设值 那6呢 就会D加6001 然后呢 我同样的把这个36 也把它变成flag 那因为我每次都加1 所以它变成1010 这个flag呢 就会闪烁 010101 所以这个flag呢 就可以拿来 当成一个你的状态的一个显示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slide跟button是什么意思呢 我按button跟slide的时候 变成是command 我还记得我们刚刚有command 0到6嘛 你自己设的 那比如说我现在在 我拉这个reference 这个slide 那reference slide 就对应到的是我的command 3 所以它就会去修改我的deck 所以你只要改这里 比如说我改3.3v 那输出 就会被设定在3.3 那你就说 这个电压是怎么做的 怎么刚好是你要的 那是里面还有一个scaling 你有机会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影片 等下后面说到 那你就可以去学习 怎么去修改这些地方 然后他有一个功能 刚刚我们用的是status 还有一个功能叫monitoring monitoring就是 你只要把你想看的这个变数 其中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plot 这个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我把3600打勾 那他就会把这个值 每次丢进来他就画 每次丢进来就画 所以你的通讯越快 这条线就画的越快 通信慢就画的慢 也就是说monitoring 就是他即时值的一个偵测 即时的哦 通讯的即时值 那scope不一样 scope是当我按下的trigger now的时候呢 他会发一个comment到mcu mcu接收到之后呢 从那个当下瞬间开始 他会连续抓 这个channel1跟channel2 抓几笔 我们刚不是这个深度吗 比如说我设50 他就会连续丢出50笔 就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设你想要看的 任何的两个变数 比如说刚刚我们是v in v out 那我为了简单啊 我就不动 我就一个填18000 一个填20000 这时候按trigger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18000跟20000 丢出来给我看 我就可以看到 trigger的那个瞬间的 即时值啊 全部丢出来给你看 我就是scope的一个功能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叫schematic diagram 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 你自己贴一张图在这里 那很好的一个展示的方式而已 比如说我刚刚不是有读v in吗 我有读v out吗 我还有去修改我的v reference 对吧 你可以按右键 然后at一个一个视窗 把它拉进来 然后呢 当你的通通讯还是持续做在在跑 对不对 当你把输入电压修改 这个地方的电压会跟着你改 也就是他是跟着原来status 或monitor那边的资料 同步修改的 所以这个啊 就变成一个很方便 如果你需要拿来展示 给你的客户看一些讯息 而且是用这种 电路图的方式来展现的话 他就会变成非常的方便 OK 那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彩蛋 给大家做简单的分享 大概可以怎么样 然后我产生了example code 之后呢 这个研讨会结束了 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下载 那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呢 你可以去参考这个QR code 里面有我之前 用DSP 当然我们无所谓嘛 DSP Pick都是一样 Library都一样 我们只是这样 如果你对这个工具有兴趣 然后他大概可以做什么 那更多的详细介绍呢 你可以来看这个影片 那这是全数位控制 第八个实验 有个Powerboard Visualizer 可可制化的 电源可视化界面工具 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个哦 第三个彩蛋呢 我们来加入Bullloader这个功能 那我们沿用上一个Core 所以我们Core 其实每一个Lab都是连续的哦 那我们这个Bullloader呢 会在我们的这个Task 就MainTask.c 这个档案里面的Task Background 它会去侦测一只脚 我们会再新增一个RC4 然后去判断这个脚有没有Pull or Load 如果有 那我们就会立刻的把中断关闭 然后关掉我们的PullSpray的Control 然后EliseTrackSum 这个TrackSum等一下会说到 为什么要Elise它 然后呢就等待这个按键解除 当这个按键放开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屡次的MCU 然后直接就啊这个跳到Bullloader去 开始执行Bullloader 那这个Bullloader到底怎么一个工作原理哦 我们目前啊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所写的Core 我们叫做ApplicationCore 就APPCore 然后这个Core呢 是占用整个Flash的空间 当然你写不完的啊 就是后面是空白而已 那我们假设你可以用整个空间 就是ApplicationCore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实验呢 会把它把同一个Project 听清楚是同一个Project 我们把它定义为三种方式 一个是你还是可以跑原来的Core 我们叫Standalone的模式 一种呢是预留一个空间给Bullloader 然后你的ApplicationCore呢 ApplicationCore呢 就被压缩在一个范围内 比如说我们压的是在400H 到那个FFD 这个区间 然后呢根据你的真实的ApplicationCore 那个MPLAB ID 会自动的去计算你的Checksum 那这个Checksum呢是两个Word 然后放在整个层次的最后面这边 然后呢第三个我们会产生的一个Configuration 就是CombineApp CombineApp就是把另外建立的 另外建立的Bullloader的Project 我们会把它include进来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HackCore 那这个HackCore呢就包含Bullloader你的ApplicationCore 以及ApplicationCore自己的Checksum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呢 会完成三个HackCore 在同一个Project里面 但是呢如果你要烧录的时候呢你只能烧 这其中两种一种APPCore 一种是含Bullloader的CombineCore 你不能烧Offset这一个 因为这个是给Bullloader去用的 如果你直接烧这个 因为前面的Core是空白的哦 所以它读不到Core 它程式会停在前面 也会一直Reset 这个是不能使用的哦 好了 今天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我的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有跳一些步骤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我最后会后 所分享的连结里面呢 有这些 有一个User Guide 还有我们的这个 Label Menu 你照着做就可以了 那我等一下会提醒 我是哪几个Label我有用 那比如说我们 第六给我把它整合 所以你就不做 那等一下我每一页都会提醒 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 我所使用所有软体的版本呢 如果你有问题 你可以对照一下 会不会是版本问题 比如说ID我用6.0 XC802.4 那PIC呢 里面的DFP 所使用的版本是1.3.90 MCC是5.1.17 这些版本 你都可以去对照一下 那如果 就是说你我实验过程中 有发生奇怪的问题呢 有时候还是版本问题 有可能的 那就来这一页对照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步骤 是在我们既有的 Application Code里面 去加东西 就我们已经写好的程式 那因为我们要一个按键去判断 又不要跳到Bullloader 所以呢 我们增加一个按键是用 使用RC4 就好奇版上的一个按钮 是RC4 然后取名为BLSW 就Bullloader Switch的意思 那取完名 这个取完名字 这个MCC的这个部分呢 就按完了 接下来呢 就是在我们的 Main Underline 这个Task.c 这个档案里面呢 去新增 我这个红色框框里面的东西 那首先 是宣告一下 你这 App Code的Offset是哪里 那这个大小 跟你的Offset 这个Offset 跟你的Bullloader大小有关 那因为我们的Bullloader呢 占用的 空间比较大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改成400H 塞得下就可以 另外一个是整个Flash的大小 那我们这一颗1768呢 是4KWAR 那也就是0X1000W的这个 一个WAR的这个空间 那换算成Byte乘以2 所以是0X2000 这个大小要记得 那我们等一下 用到四个 这个中段的一个副程式 那后面会说到 这个地方在哪里 那所以呢 你就要在你的Task Background 这个地方呢 去加入我们简单的程式 就是IF 这个按键等于Low的时候 我就Stop Interrupt Subroutine 然后Stop Power Control 然后接下来就是Request Bullloader 这个对应的程式 都写在下面了 我就不细说 接下来就等这个按键放开 一旦放开 我们就要下Reset 就把MCU整个Reset 它会回到第一行 然后就进入Bullloader了 那Stop中段啊 这个Power Control怎么关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很简单 所以 修改部分呢 其实就是这三个红色框框 你把它贴过去你的程式就可以了 唯一 我额外做的就是 If Not Define 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程式有可能不要Bullloader啊 我有可能想恢复到Stand Alone 对不对 那这个Bullloader就不能进去啊 你把我Reset 而且还把我的Track上拿掉那也不对啊 所以我加了一个 如果没有Define 这个Stand Alone呢 才会加这个程式 所以我们等下要另外 再Define一个Stand Alone 就是当我这个程式Stand Alone的时候呢 这个程式就自动把 这个Project自动把这些程式啊 把它 那个Coming out 就 就不执行了 就是没有这些程式的意思啊 所以我增加一个 If Not Define 那Step 2 我们第二步就相当简单了 你只要根据你的MCC打开啊 照这画面这个 画面这样子去做 把你的Bullloader 把它从下面拉上来 然后 增加UART 增加Memory 我做这三个 我把它加进来 然后呢 选择UART的这个界面 然后选择你是用哪一个UART 然后呢 你的Verify 你的Bullloader 要停在Bullloader 还是跳到APP Code 的那个检查方法 我们用的是TrackSum 只要TrackSum对了 它就跳到APP Code TrackSum不对 它就会强迫留在Bullloader 这是我们选用的TrackSum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 Offset 刚刚那个400 我这边就要填400 然后它会自动计算出你的中段向量的位置 是在404 其实就加4 然后呢 我们增加一支IO角来判断 这支角如果永远为High 那 那个 就是RA5 那就表示它停留在Bullloader 然后Low 我就表示它离开了 我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然后那个 呃 这个我们的那个 呃 软体保护啊 我一直把它打开 这个 它就不能再被修改 除非你把它整个 程式把它删掉 呃 就是冲烧 然后我们所谓使用的是UR 然后我们要启动那个UR 然后它的 呃 传输功能 那Bullloader呢 我们呃 选择960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记得检查一下 这三支脚理论上都不是NORG的脚 所以呃 注意一下 这边有没有打呃 被勾起来 那我们呃 重复一下 我们刚选择的是缺散的方法 那这个Different Notice 就是说 呃 你你可能在对照这个Level 2 使用手册的时候呢 呃 你会发现我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用的方法稍微不同 所以步骤照做 但是当它在设定这个几个呃 比如说Volivification啊 它的Reset Vector啊 然后你就对应到我的呃 这个呃 呃 这个PowerPoint 你就可以知道我哪些跟它是不一样 你照照着我这样做就可以了 然后呢 啊 我们第三个步骤就是把我这个Project啊 然后把它分啊 分成三种方式去Compile 那一种是原本的叫Standalone 一种叫Offset 一种叫Compile 前面解释过了 那Different Notice 就是不一样地方 我还是提醒了 我们的啊 Reset Vector是400 长度是2000H 因为我们IC是不同科的 那这个记得 然后呢 我们会提早把Level6做完 就是Core的Offset 这个地方要设 然后TrackSum呢 这一段文字啊 要整个复制贴上哦 因为我们是改到400H 所以下面会跟着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还记得吗 刚刚说我们需要一个Define 来让我们程式知道 现在是Standalone 还是不是嘛 是的话 那个程式就啊 刚刚 增加程式就不要跑了 所以很简单的哦 你跑到我们的Configuration的Standalone 这里 然后选择 SC8的Compiler 前面有一个叫Define Marcles 你在这边写一个Standalone Underline App 它就会把这个Define值 定义到每一个点C档去 你就可以 它就可以在Compiler的时候 就知道哦 这个程式是 属不属于Standalone 这个很简单的方法 顺便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学习 然后呢 在同时啊 同时在Offset Application 跟那个Compiler Application 的Core里面呢 你同时去点选 这上面跟下面都要 这边有两个Link 是不一样的 但是两个都要点啊 这个SC8 Link 里面去找到Additional Options 去输入你的Offset 跟你的TrackSum 这两个是 我们Lv6 我们提早做 因为Lv3 其实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了 那你这么做之后 你记得填写的是 你自己目前预设的 一个Offset的值 跟那个TrackSum 的计算方法 都写在这个地方 第四个步骤 是针对 如果你在做那个 前面一个啊 这个 就是我们把Project 不是做成Combine Offset 跟Standalone 当你做Combine 的时候 如果发生 这个Combine 现在怎么会有错误啊 如果一个那个Arrow 944啊 你才去做 那个Lv4 这个部分 如果你没有错误的话 那Lv4 就是Step4 就是第四个步骤 是可以忽略的啊 那第五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啦 就是 我已经产生了Bloader 那我也产生 这个Offset的Application Call 我现在进入Bloader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按下我的按钮嘛 那按下按钮之后 这个Call呢 就会停留在 它就会把这个中段关掉啦 然后跳到我们的 那个Bloader 然后Bloader 发现 H3不见了 因为被我Elise了嘛 所以它就会停在Bloader 这个时候你的 那个RA5应该是亮起来的 这时候你就打开你这个 我们那个host 这个GUI 那这个GUI呢 我也会再挥后啊 在我们整个链接里面都有 这个时候你只要选择 你是Pickr这个系列 Device Architecture 选择Pickr Pickr16的这个系列 然后呢 IC选择Pickr16 然后你的通讯界面 选择Uarch 然后在Settings里面呢 这边点下去啊 它有一个 这个Port的Settings 然后你就选择你是哪一个 Camport 然后Ball Rate 然后这些DataBit StartBit 还有Priority 这些 我是设定为关闭 然后Apply 它就进来了 当然Files 这边你要include你的Headscore 那include的记得 是Offset Application 那一个 就不含不Loader的那一个 我把它include进来 然后呢 记得要开始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要修改 我们的Offset啊 刚刚那个400 指的是Wall 因为是Byte 所以要乘0 所以是零差 不是400 是800 那Program Memory Size 我们刚刚有一个零差2000 那个本来就是Byte 所以就零差2000 把它填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然后按下那个Program Device 它就开始进行烧录 那一旦进行烧录结束后 因为TrackSum就正确了 它这个时候会马上 跳到Application Code 我举个例子 那这个可以从这边看 Channel 4 就是我的 原本我们不是一只脚 Io 那边Toggle 1秒I 1秒Law 这只脚对不对 然后我们呢这个 那个Bloat的Switch 这个开关里 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按为Law的时候 它立刻就把我们的P导音关掉 对不对 然后中断关掉 什么都关掉了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按键放开的时候 它就进入Bloader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它跑的Core 就不再是原来的Application Code 而是Bloader Code 所以从这里到右边 这个地方 红色滑鼠填的位置 这才是真正Bloader 结束的时候 所以Bloader结束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确论我们 确论 诶正确了 它又跳到Application Code 这是新的Core 所以左边是旧的Core 右边这边是新的Core 然后就开始 跑我们的Power Control的Core 所以Bloader呢 整个过程啊 当然这个不是时间啊 这还包含我 滑鼠去按Bloader的 那个GUI的时间 那整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当你按键放开的时候呢 它进入Bloader 然后通讯开始通讯 然后就把我们的Core换掉 换掉之后 它会自动检查 CheckSum CheckSum正确的 就回到我们的那个Application Code OK 那这样的简单的五个步骤 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来让大家理解 Bloader它大概是怎么一个行为 那如果你想要实验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步骤 以及刚刚那些手册 留给大家去做参考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课程呢 跟大家分享 我们类比的一个设计的Overview 然后什么是Hybrid Power 然后为什么Hybrid Power 非常非常有用 然后这个关于一些保护机制 或是一些Future 我们都有一些分享 然后呢 Debug也其实很简单 只是忘了说 IC的一些脚你接完之后 事实上Debug怎么办 你可以把它接到某一支IO脚上 再把它关 看完再关掉 所以非常简单 以前你遇到Bug 你怎么办 没办法 你类比IC又不能把 那个碳棒插到IC里面去 可是 数位混合式数位是可以的 因为我不用插进去 但我可以把信号引到IC脚上 对吧 然后呢 你的这个接线呢 都是你的一个智慧财产 你可以Protect你的IP 你的Own IP 没有人可以直接复制 因为大家买Microsoft IC回去 是空白的 我们今天也分享了这个Design Tips 还有一些Example 然后它的Ecosystem 然后最后我们有Hands On 做给大家看 这个Closed Looper 该怎么去设定 Open Looper该怎么设定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时间以及兴趣 那我们Microchip在美国官网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官方的一个平台 叫做Microchip University 就是MU 这个MU呢 它每个几乎 几乎是每个月或每个礼拜 都有新的课程免费的让大家去看 那关于Hybrid Power呢 有一门课是Getting Started with CIP Hybrid Power PDIM Comptroller And the MP Lab XI MPS Design Tools 这一门课呢 就是类似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去看 只是这一门课解释的是 我尽量跟它不同 所以它解释的内容跟我不同 所以我建议两门课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综合起来才是一个纵观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美国官网所提供的 那别忘了我们Microchip目前也在服务 广大的网友 所以我们也有欢迎大家followMicrochip 台湾的Facebook 当然啦 那个小弟不才 那在2020年到2021的一个过程中 花了十个月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把整个设计的一个计算 然后工具的一步一步的一个过程 以及模拟都在这里面 提供更多包含电流模式 电压模式 然后甚至波德图的微调 怎么去做到最佳化 我都在 当然讲的是控制部分 power stage 不太琢磨 因为这种书太多了 我就不琢磨 这本书呢 有兴趣呢 可以去买来看看 或者跟我们的同事借来看看 那如果是大客户呢 我们还是有提供免费的 可以跟我们联络 当然啦 知识无价 这个尽量还是支援一下 我们下一本有希望 想说写一本PFC 这个step by step 那如果你有一些想讨论的部分 或者说想更多的学习的资源 我个人还有四个resource 是给台湾跟中国大陆分享用的 一个是YouTube 然后大陆是所谓的B站 他们叫B站 就Bilibili 还有一个叫应声 这让我后来没有再更新的 这是有朋友帮我把所有影片移过去的 那我个人比较活跃的可能是Facebook 那Facebook这个地方是给朋友讨论使用的 那我有什么新的消息 或者我看到很不错的文章 我也都是分享在这个Facebook这个地方 所以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加入 那四个频道的名字都一模一样 叫做电源那些事 这个二要检测一下 那我今天的研讨会呢 我要批认的内容主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